郭文貴議員 九十至十三十二十一分 地點本院清閑樓九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 真民中委員等14人 列席委員 楊琼英委員等19人 列席官員 財政部部長 蘇建榮帥 首屬單位主管等 主席 賴召集委員 世保 報告事項 一 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 議事錄確定 二 邀請財政部 蘇部長 建榮帥 首屬機關首長 暨國營事業 董事長 總經理 含各轉投資事業 機構 公股代表之董監事 內席業務報告 並被質詢 經財政部部長 蘇建榮 就業務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 真民中等二十一人 提出質詢 經經財政部部長 蘇建榮 及相關人員 以以答戶 決定 一 報告進行 完畢 二 委員執行 未及答戶 或請補充 資訊 請財政部 一週內 以書面答戶 委員令 要求期限者 重啟守定 三 委員 宜天 魯明哲 中嘉賓 手提書面 執行軍內陸記錄 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 以書面答戶 通過臨時提案 試案 先讀完畢 謝謝哈 那麼由於我們在場委員 還沒有到法定人數 議事務暫時不確定 請議事人員 宣讀今日的議程 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 朱主計長哲明 審計部 陳審計長瑞銘 率所屬單位主管 列席業務報告 並被質詢 先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 原力介紹在場委員 以及政府的官員 首先介紹 吳秉立委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 的朱主計長 其他就 各處處長 請各位自行參閱 審計部的 陳審計長 我們各地方政府的 我們介紹一下 教育榮林審計處 的李處長 以及交通建設 審計處的 葉處長 臺北市的周處長 新北市的張處長 桃園市的張處長 臺中市的吳處長 臺中市的吳處長 臺南市的陳處長 高雄市的陳處長 高雄市的陳處長 臺中市的陳處長 若人宣的 林竺 南市的陳處長 東市的王主任 和菲安 któreowo 花蓮縣的林主任 以及金門縣的陳主任 看來沒見,都有了 好,謝謝 我們現在就 今日議程安排行政院主計總處 以及審計部的業務報告 首先我們請行政院主計總處的 竹竹局長進行任務報告,請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硬要列起各位委員會報告 本總處的業務概況自敢農進 我們分幾項來報告 第一項是預算業務 首先是編制完成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行大院審議 稅入政略48億元 改列兩兆1070億元 稅出減列246億元 改列兩兆776億元 稅入稅出的剩餘數294億元 令債務還本850億元 以前數剩餘294億元之一 善需融資調度556億元 並控總統於本年2月5日公布 第二個 編制完成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送行大院審議 第三編制完成中央政府 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案 送行大院審議 稅出編列2472.4億元 以舉介債務2322.4億元 及移用以前年度稅計 剩餘剩餘150億元 至於大院審議後 稅出減列一千萬元 改列2472.3億元 以及舉介債務2322.3億元 及移用以前年度 稅計剩餘150億元 第四個編制完成中央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 送行大院審議 稅出編列600億元 以舉介債務300億元 及移用以前年度 稅計剩餘300億元 致印 趕續實施中審計劃預算制度 及籌編110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及附屬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未來將趕續落實 中審計劃預算制度 過執管機關110年至113年 中審稅出概算 額度將以109年度 預算為基礎滾推 並有庫機關在核定 額度範圍內配合行政院施政組成 所謂規劃過年度的施政計劃 及安排預算資源 並以預算法規定 將110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 預算及中計表 以本年八月底送大院審議 第二是關於會計決算 第一個是首先編造 108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 及附屬單位決算 及中計表 以及中央政府留意中火治理 計劃第三期特別決算 預計在本年四月底 提醒行政院 院會通過以後 寒送監察院 第二是深化內部控制機制 為強化機關制止管理 督促行政院所屬部機關 完成簽署 108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 令製作電腦機核換類 引導機關運用電腦諮詢機制 輔助執行內部機核 以發掘異常事項 並提出改善 第三個是統計調查業務 辦理國民手頭統計 108年度全年經濟成長率 這個是百分之二點七一 展望109年度 因為國內機局優勢的 進階半導體製造 將會陸續開設 以及全球供應鏈 重組態勢延續 台商回流增加產能 對出口式正面效果 持續發酵 並且日益 增加扣扣大 加以全球5G行動 通信高速運算 人工智慧及物聯環等 新興持續發展 口感提升 我國出口都動能 近年來爆發 2019年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情勢 各國都有過 像防疫措施 高度不確定情勢 將影響生產消費 及交易等正常經濟活動 中上預測 109年度的經濟成長 是百分之二點三七 這個是二月十一號 這個國民手頭評審會 做的一個預估 下一次國民手頭評審會 在五月下下旬辦理 第二個是辦理物價統計 本種是按月實際 根據查價結果編制 各種物價指數 108年度CPI 較107年度上漲 0.56 109年二月 較上年同月跌 百分之0.21 主要是春節的月份 去年是在二月 去年是在二月 今年是在一月 所以二月的指數 會有一個下跌 不過以一二月觀察 來看CPI 平均上漲是0.81個百分點 頓氏物價指數 108年度的頓氏物價 較107年下跌2.26% 主要是化水材料 石油、梅製品 以及基本金屬價格下跌的原因 第三個是辦理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107年社會保障支出 兩兆163億元 較106年增加276億元 或百分之1.4% 占GDP百分之11.0% 平均每人大概是8.6萬元 99年至107年 平均年增百分之5.7% 占GDP的比例有百分之9.2% 提高至11% 平均每人有5.6萬元 增至8.6萬元 99年至107年的統計結果 已經在108年12月31日發布 並主動提供ILOG OECD相關連接 以提高國際能見度 第四個是辦理人力工需扣項調查的 這個是本總處按月辦理人力資源調查 及社會員工調查 定期提供勞動市場工需支援 按援辦理補充性專業調查 收集勞動力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情況 員工勞動報酬條件情形空缺等狀況 並且運用相關的公務的大數據資料 及海外工作人數統計及薪資中衛數統計 以及呈現不同年齡及教育程度等 後整備的詳細分佈情況 第五個是辦理基本國事調查 建立國家整體基本情勢資訊 發揮統計資源決策功能 依法每五年辦理農林雲物調查 與工業及服務業補查 每十年辦理人口及住宅補查 109年人口及住宅補查方案 夜後行政院核定並分析有關機關配合辦理 第四個是主計資訊業務 辦理中央及地方相關預算及會計資訊業務 協助108年度中央及地方的一個決戰報告 配合地方政府特種基金導入企業會計 準則持續推動地方政府使用特種基金 新稅計會計資訊系統截至108年底 有12個市縣300餘個特種基金正式使用 另外辦理統計補查及資料開放等業務 本總處開放預算決算統計等資料累計1618項 至上限以後既有115萬人次 瀏覽111萬人次下載 另外又辦理經費捷報系統資訊 配合行政院數位政府政策 發展共用性經費捷報系統 目前完成之國內出差禮會短程車資水定會 以及薪資等5人次會捷報系統 已經逐步輔導172個中央機關正式使用 以上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理事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報告 審計業務概況 助感榮幸 本部依法長理政府及所屬全國各機關財務之審計 多年來承蒙答案委員的支持與鼓勵 各項審計工作 既能按照計畫執行 借除競表由衷的感謝 審計機關主要的任務 依審計法第二條的規定 為監督政府所屬各機關預算的執行 審核財務收支審定結算 考核財務效應 核定財務責任 及稽查財務上違法之行為 一百零九年度 依法分別審核中央及地方政府 共有八千五百九十六個機關單位 收支金額二十兆以言 租將審計業務辦理概況檢要報告之次 一百零八年度重要 業務辦理情形 首先是年度總預算的審核 及半年結算報告的查核 年度總結算的審核 依憲法第105條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總結算後 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編造 最終審定適合表 並提出審核報告一大案 一百零七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 各計地方政府總結算 在今在法定的方案內 完成審核分別提出審核報告 提出之重要審核意見 列入一百零七年度總結算後 特別結算審核報告則共計 兩千零七十二項 二 半年結算報告之審核 依結算法第26條之一的規定 審計長應於會計年度中 將政府的半年結算報告 以政府提出後 一個月內完成其審核 並提出查核報告一大案 一百本部及首使 查核中央政府及各自家 市政府一百零八年度 上年度上半年預算執行情形 提出之重要審核意見 列入一百零八年度半年結算 查核報告共計五十二項 二 審計綜合績效 本部計首使一百零八年度 各項審計業務執行結果 或至審計績效如初 稽查財務上的維持 一百零八年度 稽查各機官人員財務上維持之行為 報請監察案處理者十三件 移送檢調則 並報告監察案處五件 一百零八年度 稽查發現各機官人員 設有財務上的維持 經通知各機官 查明處理者六十二件 處分人員一百三十六人處 三 一百零八年度 稽查發現各機官財務 涉及刑事案件 移送正風連政 辦理者八十二件 二 訴證性回歸性的審計 審核各機官一百零七年度 結算 修正正類稅數結算 通知交付則 共計三十億億元 審核各機官一百零七年度 結算 依法修正簡類稅出 結算通知交付則 共計十億元 三 一百零八年度 損核基增機官 稅監會經收納庫 補增稅款 五億元 三 績效性是審計 一百零八年度 考核各機官的績效 和有未盡主者或效能過低的情勢 通知其上級機官查明投詞 並報告監察案者六十七件 發現其效能過低或因諸度規章切施 提出重要建立改善意見於各機官則一百二十六項 二 審計機官考核各機官績效 認為有可能提升效能或增進公共利益 提出建立意見走一百四十四項 發現有影響各機官施政或營業效能的潛在風險四項 提出預警性意見於各該機官或有關機官 投為因應走二十一項 三 提供各級政府作為決定 一百一十年度施政翻證及策編預算參考 走四號項 三 強化政府稅計會計資訊審核分析及資訊科技技術應用 截至一百零八年度中央和地方政府 今案例完成資訊檔案的傳送及接收 作業累計資料量有四億七千一萬筆 一 僅重整推動情形應用成效之處 一 持續擴展應用平台分析之範圍並強化系統功能 截至一百零八年度審計機關查核政府預算 會計資訊應用平台 各審核分析系統建築查核控制點 共計一百二十二個 提供系統應用成效 合計散發 審核通知一千八百八十號項 四 督促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審計機關近年首提審議議項中 攸關各機關內部控制 且展現具體機效性影響力則 至一百 包括一 一百零七年度前面簽使內部控制聲明書 四 各機關採納審核意見金修訂或修正面部控制制度及計畫則兩百三十三種 五 樂實策略管理及績效評估 定班審計機關策略管理績效評估 樂實於本部及首屬機關中程施政計畫以連度施政計畫 六 加強政府推動SDGS情形之查核 本部未了解政府推動SDGS的準備情形 辦理專案調查 何有政府通過台灣勇氣發展目標 在勇氣發展案件的行授 觀念先導及業務盤點與整個整備方面 以後續初步成果 未來將更新以跨億縱觀前級的視野及前瞻思維 追蹤勇氣會及相關主機機關 後續組行情形並計較主題議題深入查核 促請政府促進提升環境保護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等施政效能 促進樂趣永續發展目標 七 推展公民參與審計 一 提供資訊及繼續揭露各級政府財務審核資訊 截至108年度組已登記46筆的資料及 另練建制審計意見查詢專區 提供案定 特定機關或設置頂級審計結果的查詢 二 即時發布各項審計資訊 近三年 即發布166次總計1296則 三 應用多媒體影音平台 強化溝通審計成果 建制中華民國審計部的專史頻道 截至108年度公計上傳98、79部影片 四 创通審計建言與全民監督 建制審計建言及全民監督服務信箱 10.2 即處理審計建言信箱45件 全民監督服務信箱83件 諸行公民共同注定決策方面 主動諸行公民團體或專家選擇 108年度既增行諸行56件 二 應用國發會的公共政策網易平台 參與平台增行意見 108年度既辦理26件 八 建立以被審核機關的溝通機制 強化使機人員就地 就地抽查工作準備階段 就地抽查工作時間及就地 抽查工作後被審計機關的溝通 二 109年度審計工作重點 更勝加強辦理重大施政計畫及 攸關民生議題的審計 二 加強辦理前瞻基礎建設特別計畫的 預算的查核 三 加強公共債務管理及國有財產應用情形的考核 四 加強國營事業應用效能 以投資能源轉型及力能建設之考核 五 更新加強公共建設 主行查核之稽查 六 加強地方政府財務管理的審計 三 大院第九屆第八會期指辦重要事項之處理 大院第九屆第八會期財政委員 第十次全體會議 會中委員提出可投其思辨執行四項 十四項也含報大院財政委員會 又大院財政委員會審議本部 一百零九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合共結議十四項 其中十二項以含報大院以兩項金一線辦理中 四 結議審計的工作主要目的在次使政府 健全財務秩序匡助財務機率及增進效能 以協助國家良善治理 配合時代環境的進步 以實際業務的需要 更新加強推動各項審計業務 以善盡審計之軸發揮監察功能 以上報告請請主席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主教 謝謝 謝謝陳審計長的報告 好 那麼我們現在在尋答之前 我們先確定議事錄 請問議事錄是不是可以確定 好 我們議事錄確定 現在開始尋答 先做以下的宣告 第一個 每位出席委員發言時間八分鐘 必要的時候得延長兩分鐘 第二 每位練習委員發言五分鐘 必要的時候得延長一分鐘 今天早上上午今天上午十點鐘 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依據登記的順序 成第一位登記的五秉樂委員之選 請見 主席麻煩請主主席長 請主席長請 主席長 今天要跟你請教是關於這一次武漢肺炎疫情下的經濟衝擊 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之前有先下修了中國 2020年的GDP成長率成為5.6% 然後全球就是3.2% 可是從現在武漢肺炎發展的情況 中國今天的媒體報導說 他第一季的這個經濟 負9個百分點 甚至有負13個百分點的國際 所以看起來中國今年要GDP要成長5.6% 恐怕有問題 有專家說搞不好剩不到3個百分點 那這個是一個背景的說明 主席總數在3月4號審查的時候 把我們的這個1090的經濟成長率的預估 原來的預估是去年11月的時候是2.72% 結果下修了0.35%到2.37% 那你想想看 就以這幾間的發展 會不會覺得這個估計 有可能要大幅度修正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根據昨天晚上那個IHSMarket的估計 比那個委員的剛才的數目字更悲慘 這個IHSMarket在昨天晚上 3月17號 它說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會下降到0.7個百分點 就是0.7% 甚至美國都會下降到-0.5% 中國大陸會到3.9% 謝謝 那像這樣的狀況是像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台灣呢 你原來的估計是 去年11月是2.72% 今年是 這個 今年之前的估計是降了 下修了0.35個百分點 到2.37% 你剛剛說 美國有可能會負 中國事實上也沒有辦法那麼樂觀 那台灣呢 你覺得台灣這個 台灣的話 IHS把台灣下修了1.1個百分點 而且是變成說台灣認為台灣只有1.0個百分點 不過我們認為 因為他們做這種估計的時候 沒有把我們的那個情況 有一個充分的一個掌握 另外一個我們最近有提出特別條例的600億 再加上上個禮拜 總統跟院裡面所提到的 又要在600億以外 再要增加400億的支出 如果這個去考慮下去的話 以及根據我們目前的一個經濟情況的話 我們是不會到 像IHS Markets的時候 只有1.0個百分點的成長 那 這個 剩下的400億是以緩計幾嗎 對不對 那原來的特別條例是600億嘛 加起來是1000億喔 1000億對 其實以我來看這1000億顯然是不夠的 對我們會說那個以緩計幾的那個項目 會這個是 因為以緩計幾的金額可以在 事情況的時候再把它處理 那個就是把目前有些公共支出 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不能夠馬上執行的去加速執行 另外那個營業基金我們也可以請他 像一些公營事業請他們加速去執行 還有一些那個非營業循環基金啊 像那個 那個就業安定基金啊 農村 農村再生基金啊 之類的的 我們也可以請他們是 加強再執行 讓我們這個是公共支出增加 來刺激景氣 是 主席長 刺激景氣是主要 是的 如果你要花這個錢 也是要花在島口上 當然 因為我們不像中國 中國是 我只是 只問耕耘不問結果的 所以他很多 都是 做了 結果效果怎麼樣他不管 但是我們台灣顯然不能夠這個樣子嘛 對 那你的報告裡面我有看到 你講到說 因為你有觀察到這個電商啊 還有這個 是的 這個網購平台 特別的熱絡 所以你覺得這個經濟成長率 並沒有像外界講的那麼悲觀 是的 可是我跟你說 其實 實體的 店面 餐飲 這個交通 各式各樣的 你去給他看 都 受到很大的衝擊喔 所以我是覺得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看 這個 我並沒有像你想像的這麼樂觀 我覺得 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看 這幾天 從六個 八個 十個 台灣的新增案例 前面有一段時間是很少 但是因為 出國旅遊的人回來 從境外一路 突然之間暴增啊 這個都在在的影響到我們 很多人的心理啊 對 的確像 委員所講的 我們實體的店面 那一個 情況 知道 是 不樂觀 知道 可是我們的那個 網購啦 或者平台啦 或者一些 一些所謂的 V2C 都有一個 怎麼樣 百分之 三十的成長 但是 經濟的 預測啊 是要看那個 所謂的 它的疫情 到底有多長 那我們 上一次 在國民手頭 評審會議的 郭委員的一個 所謂的評審的 依據說 疫情大概是 三個月 啊 事實上我們內部 有時候 如果是疫情啊 是到 六個月的話 可能會 這個 GDP的 那個 成長率啊 可能會比 二點三七低 可是我們 加上這個 一千億以後 我們 預估啊 大概我們的 經濟成長率啊 應該不會 低於 兩個百分點 如果你說的是事實 那我當然很高興啊 那就 剛剛你講的 會隨著 疫情 預估的時間 長短而有影響 那請問你本身 對這個 疫情的預估呢 你預估的長度 是多少 還有多人 媒體上 有很多外國的 專家說 還看不到盡頭 對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的能力 沒辦法預估 而且我預估錯誤的話 搞不好 陳之中會把我抓去 要罰三百萬 所以你那邊 沒辦法預估 好那 延續剛剛這個 經濟成長率的問題 財政部已經發佈了很多的 今年要激增的這個稅圈 都可以遞延啊 如果有困難呢 可以延一年 最長可以延到一年 那顯然會影響到 今年的稅入的這個 實證數啊 因為如果 受到影響的行業很多 或影響個人跟公司很多 他們會去申請 這個稅金的環繳 可是今年光是 稅入的預算數 經過去年年底 本院審查的結果是 一兆六千多億啊 那這個 你認為會影響到 實證的這個稅收多少 對的確像委員所講的 那個 他的 他那個稅收的 金流會受影響 如果他 像企業 他要要求那個 環繳的話 他的金流會影響 不過要看 稅務的情況 也許 所以營業稅可能會 減少收入 可是因為 中國所得稅 跟營利事業所得稅 是108年度的 一個那個資料 所以他會影響金流 但是稅收的應收 不會減少 謝謝 可是財政部沒有說 這個 企業所得稅 跟個人所得稅 108年的不能延繳 他說因為這樣有困難 還是可以延緩啊 對 他不是免繳 只是延緩繳 如果最長可以延一年的話 變成今年的實收 變成明年的 對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會影響金流 可是稅 還是應收 還是在今年 謝謝 那是應收 但是問題是 你會影響到實收數 那擔心 影響到實收數的時候 是政府的舉戒 就變成短期之間 政府就要借錢 來彌補這個稅出啊 對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金流的話 的確會有影響 不過 因為今年啦 有一筆錢 就是5G的 那個稅收啊 就是那個 所謂的 將來收入 會比預算數 增加大概 980多億元 那主議長 有一個 跟你現在的業務 不是很有關係 但是跟以前 你的經驗有關啊 今天媒體又在談說 這個全民健保 是不是要增加這個收入 我跟你說 以我的瞭解喔 現在各個地方的門診喔 的這些診所 反而這個 來就診的人數是下降的 因為現在大家會擔心去 醫療機構的時候 會不會引起這個 這個傳染的風險增加 對 所以反而今年看病的人數 是從前面兩三個月來 算是減少的 這個 在預估 這個全民健保 支出的時候 有沒有把這個 事實上這幾個月 已經發生的事情 把它估算在內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那個全民健保 他是採用總額制度 總額制度就是說 他一年的金額 是匡定了 所以說在一百零九年 要給他多少錢 是已經匡定了 影響的是 醫院的點值會提高 所謂點值會提高 因為他原來一點 沒有你講的 那個醫生本身的點值啊 但是就診的人數減少 至少要使用 藥的量各方面的這個 醫療器材 也會減低他的使用啊 所以那個 其實費用還是會減少 對對對對對 謝謝 那這個應該要把它估算在內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 委員的質詢 下一位請 林德福委員質詢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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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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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結果如何 那個陳審記長 大概我們有對這一個部分有一個查核 查核的結果大概有一些 第一個他可能要專還 依照那個捷役要列在要這個要專項 有的像有一些部會就沒有列專項 沒有那個專項 那你認為這個有沒有違法 這個是因為立法案有這樣的捷役 要列專項 沒有專項 但是這是一個通知的一個 因為預算上他沒有那個所以上 陳審記長 因為針對卡城楊慧如過去拿到許多政府的標案 都是限制性招標 必須有一定條件才能夠參與投標 那請問檢調機關有沒有請審計部來提供這些資料 來釐清這個案子有沒有 這個部分因為台北市政府是有疑忽 但是目前檢調還沒有通知 還沒有是不是對 因為齁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齁就當在那裡 他也閃掉了 等選舉過後這個案子才開始清查 那本席質疑啊 那本席質疑啊 因為農委會在去年編列 一四五零啊 一千四百五十萬開標 一百年一百零八年度加強 農業訊息因應對策計畫 招質疑啊 就是揚網軍 那今年農委會再招標一百零九年度加強新媒體 農業傳播計畫 農委會一再表示沒有操控網軍 那過去農業部部門啊 農業部門遭受很多的假訊息 假消息農委會說要做一些 確保這些假訊息能夠被回應與澄清 那請問就算招標合法 但執行內容如果以預算的執行項目不合 甚至於涉及刑事責任的內容 請問審計部是不是應該要仔細的了解 有沒有利用國家公帑 來執行這個比較客觀的一個公正性 有沒有 我們最後一部分啊 因為大家很關注這個事情 我們在這一期的財抽啊 我們會去啊 再了解他整個執行的狀況啊 是怎麼樣一個 因為我認為說你審計部齁 你本來就是要負責 你要把這些不違法的事情 把它糾舉出來 整個就是移送 為什麼 那個審計長 因為你是剛勝的上任 你過去當副審計長 現在當審計長 我認為說這些都是明子明膏 但是啊 各部會都是 你要是假訊息什麼 就是由部會直接去回應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 這個好像網軍一樣去做處理 而且這個裡面的操作內容 帶風向等等 其實外面很多的質疑 我認為明子明膏要錢要發在刀口上 不是讓部會首長利用這樣去做操作 做處理 帶風向 你的認為呢 這個部分啊 委員的建議啊 我們已經啊 請行政院 對這個部分啊 做一些規範 因為109年度 加強新媒體 農業傳播計畫 現在正在進行中 那你認為還可以讓他們這樣操作嗎 因為我們一視同仁 我認為說 錢 這都是明子明膏 大家的血和錢 但是你身為審計長 你就是要有責任 要把這個事情監督好 給社會大眾 能夠有一個交代 你的看法呢 這個部分啊 因為我們會再繼續的了解 這 因為整個著度啊 因為這個新的媒體出來 行政院還沒有一個很妥視的規劃 有一個計畫 我們第一個 希望行政院有一個 那你們要去要求啊 因為行政院可以放任啊 為什麼 因為大家質疑 就是用網軍 帶風向 然後發工糖 來再做一些演示 甚至於操作各種的這個 讓人民啊 真的是 沒有辦法接受 那個沈記長 你的幹嘛呢 我們會在 這一個 最近啊 108天 他執行完畢了 我們會做裁抽 會把這個 他的效能啊 把做一個處理上 他是不是真正的 用在這整個信息上 他融會 宣傳的 發展的一個 信息上的一個 我們會看看他的整個效能 你要是像這一次 這個整個 新冠狀病毒等等 你要是這樣做 而且媒體這樣的披露等等 我相信大家都能夠接受 知道如何去防疫 如何 這個怎麼樣來避免等等 但是 你用網軍去帶 而且 操作的 就是完全 就是利用網軍 然後來打壓一擊 我認為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陳記長你有責任 我希望你這個事情好好的做 然後給社會一個交代 給我們 每一位委員啊 能夠 讓我們有一份資料 到最後的結果怎麼樣好不好 那你請回去來 好 那個 朱楚記長 委員好 楚記長 我請教你 因為美國總統川普 週一啊 對新冠會員疫情提出警告 疫情可能持續到八月 甚至於更久 那並導致美國陷入啊 整個經濟的一個衰退 那請問 疫情如果像川普 川普所說的一樣 主計處會不會考慮 下調台灣的整個經濟成長率 會不會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4月30號的時候 會把第一劑的概估數啊 來公佈 那概估數就是 已經是接近10劑的數字 就目前 1、2月的資料來看的時候 跟我們的原來的預估啊 並沒有差很多 那我們的出口 所以說1、2月你認為沒有差很多 對啊 3月的話 還是2.72 是不是 沒有 我們已經在2月11號 把經濟成長率到 下修到多少 2.37 2.37 那個是國民所得評審委員會 在當時候的 並沒有考慮到 因為是那個疫情制 假定三個月 那如果說到5月份的時候 我們會重新 國民所得會重新評估 會考慮疫情的 都預計長短 那個 主機長 那 台灣要是有可能像美國一樣 發生經濟衰退的系統風險嗎 你認為會不會 我們的目前應變的話 情況我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主要是消費 消費可能會受影響 出口可能會受影響 可是就目前到到2月份的話 我們的出口 到2月份還是有實質成長9% 所以出口沒有受影響 所以出口沒有受影響 我們的投資反而比跟去年比較是有增加 那個政府的支出 現在政府一直在擴充這個支出 不要希望說總和需求的一個支出的一個降低 而延緩經濟的成長 所以說你很有信心 我們有信心說希望 保持2.3期 那個要看疫情的長短 我們會說疫情如果說再有這個 所謂的一個 再會延 不是像我們原來的三個月的話 它可能會比2.3期可能會低一點 會低一些 低多少 那看疫情長短 如果再延長三個月的話 我們預計 因為整個 六個月 它對一個GDP的成長率 可能會影響大概 0.6到0.9個百分點的成長 那換句話說2.3期要是扣掉0.6 0.9 0.6 0.9是跟2.7 所以說 這就比較 可是我們這個 這個600億再加400億 會增加大概是0.37 0.3 所以說扣掉再加上來 一樣是2點多 0.37的成長 所以整個的話 一個最高啊 不會超過所謂的 那個大概0.5的降低 不會降低0.5 2.7降0.5 換句話說2.2 可以保到2.2是嗎 大概 保二應該是沒問題 應該不會低100% 應該不會低100% 那個主計長 這個是 我們內部的估計 還沒有經過國民所的評審會的審查 那我請教你 因為上週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 假設疫情延燒到下半年 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 保二 是有危機的 這是楊總裁所講的 那部長殷寧的看法 那個 主計長 這個殷寧的看法 對今年保二到底 你認為是悲觀還是樂觀 我尊重那個楊總裁的一個看法 不過我必須說明一下 那個 我們有考慮到那個 600加400 1000億的情況 楊總裁那個情況也沒有 包括這個 我會跟楊總裁請教 謝謝 那那個主計長 是的 我請教 到時候會不會連保一都有問題啊 會不會這種狀況 就目前的情況來講是不會發生 不會是 對 因為原先 今年預估經濟成長率 2.72% 後來下修到2.37% 那個是 亞丁疫情 那3月初 你說主計總處的 估計是適當的 本席認為說 因為目前疫情 逐漸的升溫啊 那全球大流行變成 沒有辦法去防堵 那請問 主計長 以你現在的看法 你認為 估計經濟成長率 多少才適當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目前的 掌握的數據 如果他疫情是6個月的話 大概是接近2.2個成長率 所以說你認為 保二是絕對沒有問題 很有信心 我不能夠講絕對 因為那個看疫情的長短 長的話呢 長的話 保二也沒有問題 我們要另外再做預估 再做預估 對 因為長的話 短的話你認為保二沒有問題 要看疫情的情況 以及政府的 那個在後續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在刺激警惕的手段如何 因為現在 那個 短暫時間 你包括很多服務業 包括飯店餐廳 觀光等等 其實這些衝擊都很大 幾乎啊 我看所有的餐廳 大的餐廳幾乎都 等於是 關門一樣 其實這個都是有影響的 對實體店面會有影響 可是那個 那個所謂的電子商務的平台啊 那些是 成長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我們請一下朱祖記長 來 朱祖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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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明天有六月啦 那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 台灣基本上原來是控制得很好 但是這兩天一直從境外輸進來 很多 幾十例都從境外的 國內自己的只有二十幾例 外面的進來的 差不多快要五十例了 那 川普 美國的川普總統 他講的話應該是很有權威性的 他說疫情要持續到八月 英國說疫情可能到明年春天 你看美國因為這樣子啊 帕吉亞瑞啊 八千五百億 不是台幣啊 是美金 歐盟 亞瑞四千多億 四千億左右 這個啊 我就第一個先問你啊 你這個預算 你是根據六月 看起來是不會啊 因為全世界都 通通是疫區的 幾乎全世界都疫區了 然後陳時中部長 在樓下八樓 剛剛宣布 剛才宣布的 剛才宣布的 剛才宣布 所有 所有從 你不管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 只要進來台灣 你只要出國 你可能就要懶 懶到了 進來 通通先隔離 十四天 這個絕對是影響經濟活動的 第一個我先問你 你這個預算啊 特別預算 你剛才說六百加四百 再加公共建設 你的錢怎麼隔壁 你知道嗎 你五個今天隔壁 你的一千億台幣啊 人家美國邊的是你的幾倍啊 兩百六十倍啊 他是邊多少 邊二十六兆 歐盟邊十幾兆啊 我們邊一千億啊 我們有車輪的 你知道嗎 有車輪你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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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車輪啊 好大喔 你的好大 慢慢的走也會走到 蛤 這種牛車輪慢慢的走也會走到 謝謝 你說我聽到嗎 什麼什麼 慢慢走也會走到 來 我問你 預算是不是變太少了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當時後召 我們是就當時的預算情況 現在來看會不會覺得 覺得低估了 有沒有覺得低估有沒有 就我知道貴黨是編五百億的 對啦我知道啦 隨時可以這樣 所以說是這個六百億 那我們就剛才有提到過 我們還有很多 你 你的預算我都仔細看了 我都仔細看了 我們仔細review了 你到六月以後 基本上防疫的錢就沒有啦 基本上就進入紓困 跟振興的錢 所以我現在就第一個問題問你 如果這個疫情像川普講的 要到八月 或者更悲哀的 像英國講的 要到明年的春天 你認為 有沒有必要再追加預算 我問你這個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對 因為我們疫情控制的好 所以防疫的經費 所以就沒有那麼多 不過我們在那個 那個防疫經費 一百九十六億裡面 有四十五億是準備金 目前是可以用的 四十五億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以緩計集 可以把它 以緩計集 現在總統講四百億 那你現在講到 有很多 總共可以有多少 不只四百億 我聽起來不只四百億 還有多少 公共建設什麼 還有 還有就安定基金 加一加 還有多少 那個我們是 只能 就四百億是吧 對我們目前 只加四百億 對 只加四百億 最多加四百億 可是另外的一些金額 我們可以請求 像有些公營事業的 那個大概多少 大家估算一下 大概可以加多少 那個要看他們的執行進度 因為那些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的話 他們要加 那個大概可以加多少 我就問你這個 大概可以加多少 我目前那個要請 各部位去盤點 因為我們目前 主席長啊 我們 我們看第二億 主席長 大概四百億 目前已經 來主席長 是的 你說話啊 我記得就在這個地方啊 你還記得吧 是的 我三次跟你說 我說五級 絕對不只 你們變了幾百億啊 對不對 我們還打土啊 對 我就欠你一斷飯嘛 你欠我一斷飯啊 我說 你都吃牛肉麵就可以了 不必啦 這個 你們對姓齁 沒有啦 牛肉麵就可以了 所以可見得 可見得 豬竹劇長在這裡講的話 叫七折八扣 李李朗朗 我們來看 只有你最悲觀啦 那個精肉是大院通過的 只有你最悲觀啦 巴菲特說他八十九歲 第一次看到熔斷 第二次又說八十九歲看到第二次 八十九歲看到第三次 跟出生的三次一樣啊 他有史以來 活到八十九歲才看到三次 熔斷 股市熔斷 連著三歲一下子看到三次 對不對 全世界來講的話 現在幾乎是 進入一個 比 SARS更嚴重 比 金融風暴更嚴重的情況 這是美國這樣估算的 你說得夠好嗎 你現在台灣有夠用咧 對不對 別的 這個你剛剛提到的 誰估算什麼什麼 中國大陸下修到差不多四趴 美國下修甚至於富的 只有台灣最用啦 我看你還是維持兩趴 信心什麼十足啊 我們要不要再賭一個 賭書樓就還你了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成長率多少 你告訴我 我剛才 你對兩趴有信心嗎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你對兩趴有信心我請問你 疫情的長短 要到疫情的長短 那原來是三個月的話 我們收拾大概是二十 現在人家都可以預估的 為什麼你的不能預估 還要講一段有的沒有的 那個是我們 對不對 評審委員會通過 那個我們目前是 是 下一次什麼時候開會啦 下一次什麼時候開會 五月底 五月底喔 五月下旬 我看你現在就應該趕快修正了啦 我沒有 我認為很高的機率 我們到不了兩趴啦 兩趴請問你兩趴有沒有信心 我們就目前的資料 如果是六個月的話 我們 我們初步的估計 是可以 可以不會低於兩趴的 好 我們就拭目以待啦 反正你這裡 你講話就是七零八落 你你讓人 來 不要 不要忘了 你的因素 剛才陳時中部長 順時中部長 在底下說 任何人進來都要先 跨人停14天喔 把這個因素加進來 那個是什麼意思 任何人 國外的人進來 先在家裡待14天 什麼活動都沒有啦 絕對影響經濟活動的這個因素 你要加進來 請你加進來 在家裡還是可以 網路的一個活動 請問你 請問你比較小的問題 現在錢 都已經通過了 辦法 你第一筆錢 什麼時候可以出去 紓困的錢 什麼時候可以出去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你請問你 六百億出去沒有 出去沒有 到現在為止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的話 是他們已經 都已經上個禮拜 通通已經核定啦 已經公佈啦 現在是要提出申請 有些的話 這個是由購部會來執行 那我就問你 最快 第一塊錢 什麼時候可以出去呢 你告訴我 我那個要看購部會的 因為我不是執行機關 我只是說 我有這些錢 請他們 依照辦法 他們跟你申請沒有 錢在預算 他們就可以去支用 所以在他們口袋裡面 不需要跟你申請 對 他們有預算 就可以執行 謝謝 你沒有去放到 好 那我請教 你先請回喔 我請教沈記長 我就請問你喔 你特別預算的審計跟年度預算 有沒有差異 有沒有 我們NZO上市沒有差異 就是 現在大家都說 我要超前部署啦 蘇貞昌院長說 立拼執行率百分之百啦 這時候審計部一定要很努力 去看他錢用了沒有 剛才主機長不知道 哪一個部位第一塊錢已經花出去了 這個 你們有沒有一定的做法說 我要去盯著 各部位 一段時間就跟你報告 這個錢 因為這個是救命錢啦 這不是一般的錢 一般的錢賣一點 沒關係 救命錢要趕快給人家啦 這原則上啊 這個委員講的 這是 防疫的錢 應該就是啊 條例裡面啊 也可以先播啦 但是現在條例夠去了 所以各部位啊 應該要加緊的執行 那我們損計啊 的立場是 還是 尊重啊 防疫優先 還是以防疫優先 我們的損計作為啊 不是啊 你等到決算都一年以後的事情啊 我說 這個事情你要不要 你有什麼做法 稍微再 用一點力 叮叮啊 不要說跟年度預算一樣 跟年度預算一樣 執行完畢以後 一年以後才要看你啊 那就不會做啊 這個部分啊 預算執行 因為這個會影響整個經濟啊 我們免費 對於落後 或者是說 這個整個執行啊 沒有說很積極的部分啊 我們要加強 你開始審計 什麼時候要開始審計 什麼時候要開始審計 本來是這樣啦 審計的立場就是 預算用了 等到辦了結算 我們開始 我們可以在 會計報告出來的時候 看看 他 有沒有那個 那個是什麼時候的 我問你什麼時候 可以下去 規案通過一個附帶結議 要我們啊 半年的時候啊 要查核 我們是每一季喔 不是半年喔 每一季就要查核喔 可以嗎 我們每季 每季查核 因為 行政院的結算報告 半年結算報告出來 我們每季會通知 因為這個對我們的精神 每季好不好 做到每季 每季 我們會通知落後的機關 接聽落後的機關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來繼續來 曾明中曾委員 好 謝謝 謝謝 麻煩請主席長 來 主席長 喂 好 主席長 其實 您比較清楚了 會員疫情衝起的情況 第一波是發生在服務業 第二波是製造業 第三波是服務業 是製造業的廣大員工 是的 那現在看這個情況啊 本來講說會延到到延燒到 第幾季 看這個情況 第三季沒有問題 現在 看的是會不會是第四季 甚至到明年 那這個是主要機構 對台灣經濟成長的預測啦 但是你看喔 假設三月預測的 包括電車的HSBC啊 都低於百分之二 那我的問題是 上次在這裡問您 您說GDP成長是2.37 您到現在 認為保二面問題是不是 對 就目前如果疫情是六個月的話 保 這個就是說 不會低於那個兩個百分點 六個月是到幾月 六個月是一月 因為我們一般說一月那個中旬嘛 所以是到七月 對 假設 整個疫情超過七月 沒有超過七月 在六月底 七月底以前 可以把它 控制住 GDP可以保二 對不對 就目前的資料似的 對 但是看這情況 七月底以前 不可能 所以 你的前提保二 是說整個疫情 到七月底以前 要有減緩 那另外請教你 你對疫情的GDP 的影響 還是不會超過0.5%嗎 那個我們的估計啊 如果是 是六個月的話 對GDP的一個 那個是我們 是我們 幕僚昼月的估計到 大概是 對GDP的影響 大概是 0.6個百分點 到0.9個百分點 OK 你放心 討教 未來的一季 有關 國內的平均薪資 會不會有下降的情況 你現在看到的資料 未來一季的 平均薪資 有沒有往下調的情況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未來的那個 要看市場情況 那以及那個所謂的 那個 減 怎麼 減班 五星價 的那個情況 就目前來講 我們的那個 實質的那個 總薪資 並沒有下跌的趨勢 目前還沒有看到的情況 目前還沒有看到的情況 未來我們尊重市場制度 所以 可以一孤啦 你剛剛講的 燒到企業底後 其實看這情況 燒到第三季第四季 幾乎保二 不可能 這樣的結論 你同意嗎 尤其到第四季 一定不可能 我尊重委員的說法 但是疫情會不會那麼久 我的專業沒有 沒有錯 但是 可以講 假設燒到第四季 確定 確定 對 相對其他國家 相對其他國家 我們還是成長率 受影響比較低 受影響是1.1%對不對 對 他原來 估計我們是2.1% 現在他把我們下修了1.1% 我們是1.0% 但是我們認為說 他這種估計的話 我們應該不會說 只有1.0%啦 對 那這個是 他的前提是燒到第四季 還燒到第三季 我 他那個資料 沒有 好 所以情況 很確定啦 假設整個疫情燒到第四季 你也贊成了 保二 不可能 好 來往下看 這個我正做委員 您剛剛 您剛剛講 你的前提已經講了 燒到第三 第七月以後就不可能吧 好 另外去討教 現在整個景氣 國內的景氣 是在環溶期衰退期 是在哪個 整個循環是在哪個階段 這個應該是一個教科書 很難說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衰退 因為我們的投資的情況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衰退是沒有 我們應該是在 在 怎麼 是一個 比較一個 緩慢的一個成長 所以你認為現在還在環溶期 目前沒有走向下的一個趨勢 因為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那個既的成長力啊 目前的 除了一月份以外 其他月份我們並沒有說 既的成長力啊 再往下走 謝謝 所以你到現在的資料 還沒有看到台灣的經濟走向衰退期 對不對 對 那 假設 那相同的問題 假設燒到7月以後 那 會不會步入這個衰退期 這個 這個一定要看到我們國內的內需的一個情況 我們的內需的比例啊 是逐漸的增加 而且對外的一個依賴啊 已經是 但是內需很重要的部分是民間消費 民間消費在大量萎縮 我們的生產鏈逐漸已經慢慢的已經形成 但是出口 因為我們出口會倒向的國家嘛 你出口會受影響嘛 所以你回答我的問題 假設燒到8月以後 會不會慢慢走向衰退期 因為川普都講了 美國可能步向衰條欸 我們也強盜說 連步向衰退慢慢走向衰條 都不可能 跟委員報告一下 會燒到8月到 那個都是一個假定的 那個目前啊 我們並沒有做這種假定 所以 整個行政院 包括主計總處 你都沒有做總體的預估 你都在下個模像 我們是主計預估 主計長 這樣政府不負責任啊 你要現做預估啊 經濟成長估得太久啊 在這種變化期間很大 你要做這種假設 最好中度最差 你要做預估啊 你不能等事後的資料啊 那假設等事後的資料 要你主計總處的統計部門做什麼 欸跟委員報告一下 不要欸 我們沒事也 對不起 我們的那個 那個估計啊 都是要有實際的那個數目之為依據 現在 你那個數字數目啊 那就不交易工啊 疫情到底會多長 好啦 我不跟你扯這個 謝謝 什麼是你認為 燒到八月以後 印比股都認為它會步向蕭條 你的認為我們不會慢慢從衰退期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是一個假定 那個太長的假定啦 在做估計的時候 主地長 現在三月 中欸 八月才幾個月 你都說太長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去跟 跟陳時中 說你的疫情會超過八月啊 陳時中 會根據特別條例啊 把我 這個移送到 我姐要罰我 我 不是預測疫情 我預測萬一的話 情況底下 好 再往下講 您認為國內的物價 因為39號 油價每桶已經跌破30塊美元 二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負的0.21 那民國92年SARS期間 整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是 百分之負的0.28 您認為今年物價指數 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今年的物價指數 是我們的估計喔 是大概是0.81 0.62 全年 0.62 0.62 是什麼時候的數字 是 這個是我們 二月十一號的估計數 您又慢太久啦 你現在幾號啦 主計長 您的統計部門啊 必須強化 您都拿了舊的數字 來參與會跟人家對打 這樣不及格 我跟你講 主計長 這樣我對你的專業 持高度懷疑 我很嚴重的說 假設你都用那舊的數字 我對你的專業高度懷疑 你在用那舊的數字 我對我的同仁有高度信心 謝謝 你自我感覺良好 不會啦 主計長 我也嚴重跟你講 你不在那 吸鼻下臉喔 我是跟你討論很嚴肅的 經濟問題耶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物價是不是 會下跌喔 要看我們的一個 國內的供需情況 我們目前的 並沒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但是你不要用那個 舊的資料 來帶參與會做對答 主計長 我很嚴肅的跟你講 也奉勸你 你都用了舊的資料 我覺得 而且 主計長 你還是一批笑臉 我跟油價下跌喔 並不一定會物價下跌 因為要看到其他的情況 不定 當然 你總算講一點專業的東西 來往下看 您剛剛講 剛剛賴斯巴薇講 我們不比美國 比歐盟 特別預算 六百億 香港就四千六百億 新加坡一千三百五十億 韓國兩千九百八億 您剛剛講說 國民黨提出來五百億 但是你總記得 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我認為 六百億不夠吧 你總記得這一幕吧 我尊重委員的說法 不是尊重委員 你又來了 我 你在場對不對 可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香港跟新加坡 他們為什麼金額要大 因為他們對外的開放度很大 所以他們的支出 都會所謂的在經濟學上 叫做落損了 會外溢到其他地方去 台灣是比較內需 比較 他當然以照顧 他的國家的經濟 經濟品為主 也就是說他們的消費增加 他們的M很大 所以C-M他們增加的有限 當然他你看他都是希望提振國內的消費 好 另外給你討價 萬一 經費不足 你怎麼處理 經費不足的話 這個我們所謂的那個 有疑反忌急 我們會把一些說 一些非營業基金 他目前有基金 我們請他加速執行 然後並結算辦理 然後營業的話 基金有一些公共支出 我們請他也是說 並結算辦理 增加支出 那你們預估 要移多少 你不能到現在 來又講那空空的話 這個我會講喔 我不做主機長我知道喔 目前六百億到現在 已經又加了四百億了 所以你還是一樣四百億而已對不對 對阿那個將來有必要的時候 我們再來規劃 規劃是大約多少 那個要看各部會的一個 一個那個所謂的盤整 好主機長 跟你對話喔 我像打到棉花一樣 不是空的 就是跟你講的 講的就是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怎麼樣去 每次你不是拿舊的數字 就打算是很空泛的事情 主機長 下次不要這樣 不然我就不質詢 謝謝指教 謝謝 鄭委員的質詢 我們請那個 主主機長啊 很多委員對你有意見喔 你太質疑答太多了 希望你這個 句實語答 好不好 好 謝謝 下一位請蔡碧如委員質詢 請 主席好 主席好 我們有請主機長還有省機長 好兩位長官請 委員好 兩位長官好 那個3月6號 我有跟蘇院長總質詢的時間 我有提出那個零機預算 齁 那現在是這樣 3月13號呢 主機處呢 有將那個報告送了一份到 本席的辦公室來 那我看了一下齁 顯然大概就是沒有好好的寫檢討報告 因為 都是吹捧 呃 怎麼好怎麼好齁 我想 沒有做一些檢討的一些意味在齁 那現在是這樣 主 我們 我想要問主機長齁 就是現在 呃 1月21號的監察院糾正 那個內政部的國土計畫法這件事情 那依照零機預算的精神 國土計畫是2016年 立法實施以後的重要事情 那為什麼預算呢 不爭反檢呢 這樣子有符合零機預算的精神嗎 而且在這本報告書裡頭 你並沒有一個字都沒有提到說 為什麼做不出來 或者是說 是不是預算 有去好好的去檢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內政部的職長 那我們是根據內政部提出來的計畫 去說核定他們的預算 預算由他們出來 可是每年的預算減少 主機長或審計長都沒有發現嗎 而這樣子還要讓那個監察院來做糾正 那個內政部的話 他如果他有什麼問題有需求的話 他們提出預算 我們會充分的支持 支持 因為這個他牽連到 一個說要不要預算增加 他牽連到他的編制 編制的話 內政部 這樣子符合你們的鄰居預算的精神嗎 那個我們會請這個 那個內政部去檢討 這個是 因為我們不可能都 夠詳細的計畫 是應該有夠部會來 好 所以這個是要內政部要去做檢討的 好 這是我的第一個疑問 第二 下一頁 下一頁 我們還是要談一下 預估去年底的中央政府的債務 未償餘餘額是五兆五千多餘億元 那尚可舉債的額度是一兆六千餘億元 那扣除千瞻計畫呢 計畫未來需要將近是八千億 那不要忘記了 還要採購新式的戰機 需要舉債兩千五百億 尚可舉債的額度只剩下五千五百多億元 那我想問兩位長官 近二十年來呢 我們的GDP呢 只上升二點九七倍 但是中央政府的債務呢 未償餘餘額卻增加了二十倍 那這種擴張性的一個財政的政策 想要提振投資 想要帶動經濟的成長 但是顯然呢 成果非常的不好 那兩位長官你怎麼看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種分析喔 據我知道的 好像是根據某一個資料所 的一個資料 但是我必須說 所以這不是你的資料 還是省記長可以回答我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假定一個禁止的狀態之下 假定經濟不成長 事實上我們的一個經濟規模 現在大概是近二十兆 近二十兆的話 可以的舉債的 如果是按照公共債務法四十點六的話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 預算中心出來的報告是不是 每年的經濟 欺騙大眾 欺騙大家 但是呢 主經處缺沒有給正確的資料 欺騙大家 他是假定一個禁止狀態 在經濟成長 每年是兩趴的話 經濟成長會增加四千億 四千億乘以公共債務法 四十點六的話 會有這個一千六百億的空間 如果是 沒關係主經長 這個我有書選 那麻煩就是詳細的寫給本席 我再來研究一下 好 下一題 我想再跟兩位長官談一下 第二預備金的動資條件 我想這個不用我念兩位長官都比我還清楚 什麼時候可以動用第二預備金下一頁 那 但是現在我們要來看一下 地方一些政府呢 在辦理年度的例行活動呢 或經常性的業務支出 也都常常來動用這些第二預備金下一頁 好 這是這歷連來齁 補助地方政府去動 用第二預備金去補助地方政府 或者是民間團體的一些金額 下一頁 好 兩位長官請看一下齁 這是上面羅列的 你的第二預備金的條件 然後可是呢 你們缺去補助了一些娛樂活動 那這些都不是屬於急迫性的支出啊 那用這些第二預備金來補助這些娛樂活動的必要性是什麼 再來審計處呢 在審核這些預算的時候呢 這些 糊爛動之或是不當使用第二預備金 請問一下財政部長知道嗎 審計處長怎麼看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啊 這個是在地方自治的話是地方的 這個地方的 所以我還是要回歸到第一題我問你 林基預算 上次的總質詢我想說林基預算 好你也跟我解釋得很好 那林基預算是要從林沒林要重新去檢討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這是地方政府的不干你的事 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個不干我的事 這個是他的地方自治他根據這個法令去執行 然後 那你們也沒有去糾正他 這個審計部他會去審計說是不是恰當 對 所以審計部那個 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發覺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去查啦 發現這樣 我們把這個案子啊 就移送 這個很久了 從103年每年都有 這個發現啊 就是有委員所提的 他的第二備金來 補助團體補助遺漏 這一種啊 和第二備金啊 審得一個主要的用在啊 比較極要或者是喔 正式上不直上的一個 看起來啊 有問題 所以我們整個案子移送監察案 監察案也提出糾正 以上向委員報告 不是這麼多年來了 所以還是要回歸到 你們的鄰居預算的檢討 到底有沒有去檢討這些 能夠讓他落實到地方政府 也要能夠去遵守 所以這個其實今天我要講的 就是一個 中央政府的鄰居預算 這個鄰居預算 這四個字不是我講的 是你們送到立法院來的 那個施政報告上面寫的 好我們看下一頁 那我還是想要拜託那個審計 審計長 要好好的 你們既然是中央主管單位 要好好去正視這第二備金的 腐爛的一些問題 再來就是說 這樣的審計部呢 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措施 你不是說啊我發現了 然後可是他歷年來 你看從102、103年 每年幾乎都有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去 好好的去規範他 可是你們又告訴我們說 你的邊的預算都是按照零期預算來 這樣子不是一個前後矛盾的一個狀態嗎 能不能寫一份這樣的一個檢討報告送 送一份到本席的辦公室 好這個部分啊 因為我們審計部啊 大概都每年都有查出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時候他是連連動之 同樣的理由動之第二備金 或者是剛剛委員所講的 用到一些啊 不是應該一備金所使用 所急迫上所用的 所以這部分啊 我們都有提出一些 那個我們的審計意見 我們會就這個部分啊 審計長這個我都知道 你每年都有提出來 但是如何去防範 因為面對問題還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嘛 所以呢你每年都面對這些問題 有沒有能夠去防範下一年度 又是來這邊亂福報的這些 這些地方政府的一些預算 這個我覺得才是一個重要的啦 我想我們在講零期預算 我們在講財政紀律 我想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下一頁 那最後我還是要告訴你啦 就是說第二備金的設置 是讓政府在預算執行商 能夠有彈性 但是也不要太過於寬鬆 而造成一個腐爛的支援 那中央主管機關呢 應該強化第二備金的支援 那個配置的一些效用 再來就是說 你已經看到問題了 可是呢 你並沒有想要去用什麼樣的方法 規範他們 有效的去讓地方政府 我不要這樣濫用第二備金 我覺得這個是中央政府呢 要好好的去督促地方政府 要有個檢討跟改善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 所謂你們在講的 財政紀律的一個有效的政府 好謝謝兩位主席 兩位長官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蔡委員的質詢 下一個請郭公文委員質詢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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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關鍵的部分現在可能國人會最經常用到大概是補償金 這應該開始動用了吧 購部會已經 那個辦法行政院都已經核定 購部會也已經公告 可以讓 有些已經可以讓民眾來申請 他申請以後購部會審核以後就可以動用 所以都已經開始了嗎 都已經開始了 然後在這個人數上有一些擔心 就是說當初預估2月27號的時候 為不所估計的居家檢疫人數大概13萬人計 對 那以13萬人計當初的這個防疫補償金費是大概18點而已 那以正目前這個疫情有越來越擴大的趨勢 那這個居家檢疫的人數可能也會越來越增加 就你所知道大概目前大概多少人 目前以昨天的資料大概是4萬多件 4萬多 4萬多那已經接近大概三分之一隻多了嘛 對 主席長 如果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覺得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會透過流用來做處理呢 對可以的 因為它那個有一個準備監視 所以這可能性是存在的嘛 對 是可以可以的 好 那個主席長 另外你剛剛在答詢的過程當中一直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六百億嘛 我們還有可能包括這一個 那政府部門裡頭一些非營業基金等等 大概有四百億可以投入嘛 是的 那加起來大概一千億 那因為這一部分呢 在本委會大家在討論過程當中 認為一千億相對於美國來說 相對於歐盟來說都太少 幾乎我們只是跟新加坡大概一千三百億比較接近而已啦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有沒有可能在國安會議裡頭 蔡總統所寫的這些相關的數字當中 再把它整理出來一個更具體的數字出來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到 事實上上個禮拜 總統有召集那個重要的財經部位首長都有提到 這四百億是初步的 那將來有需要的時候 那也有可能會再增加嘛 對我們再來盤整 對 譬如講啊 之前的部分的話 以這個公共支出的部分 我們還有一項特別預算 就是前瞻計畫的部分還在執行當中嘛 對 就我理解執行率好像也不是非常好嘛 不是嗎 大概根據 所以說他這還有公共支出的動能的存在嘛 對 因為我們馬上齁 這個 就要變那個前瞻的下一個兩個 對2.0前瞻2.0還有 但是前瞻第一期的部分也還沒有上回執行完 還在執行當中嘛 不是嗎 對 所以說這些公共 因為現在私部門的消費正在萎縮當中嘛 所以我們要 增加政府部門的 政府部門的公共支出嘛 尤其一百零九年的資本門的支出啊大概有八千七百多億 我們一定會努力去要求部會去執行 對那是既有的預算的部分 新增的我們就是說那個前瞻我們已經發文給大院的 我能不能請那個主計長稍微整理一下 就既有的這個公部門他要加強落實之外 那再加上之前的特別預算的這個部分的金額 可能可以帶動到整個經濟發展的部分 就如同你剛剛一直在提到 是不是能夠保二這個很重要的關鍵嘛 不是嗎 是的 這個數字能不能請你整理一下 否則的話就各方的數字來看 那本席再提供一個表 早上大家正義非常的久 就2.37的部分 這已經下修的情況底下 大家還是認為說你這個2.37過於樂觀啊 你現在會不會覺得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原來我們假定疫情是在三個月的時候 做的預估 對你剛好回答三月 那可能延到六月嘛 那如果是六月的話 我們估計啊 再加上我們那個一千億的那個支出的話 我們會比2.37再下修一點 但是還是會超過2%的成長 主委長你確實有提到齁 但是當初你的預估不是以一千億齁 你是依照說這個六百億的部分 可以帶動的經濟成長率大概是0.23%嗎 對 對 那如果0.23%在外加上去的話 基本上如果再加上400億的話 那應該會更多嗎 不是嗎 再加0.14大概0.37 0.37 對 你預估那400億大概0.14 所以說外加在0.37 對 那0.37的部分在 外加 剛剛你說的2.37的部分的話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那是內韓還是外加 那個2.37已經沒有包括那個所謂的 2.37沒有包括那個所謂的那個600億跟400億 對沒有包括嘛 可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如果是六個月的話 我們預計那個經濟成長會掉0.6到0.9之間 所以 所以我們的那個 它掉下去 掉下去你剛剛有說到是最多掉了0.9嘛 對不對 到6月份的部分嘛 對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一直這樣爭論也不是辦法 是的 那你一直跟委員說我們也不是辦法 你說最關鍵的部分是那個 國民所的審議會議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每一季召開一次 這一次有沒有可能提早召開啊 欸 下一季 你2月已經開過了 要等那個 要等那個疫情比較確定 啊以及那個數目字比較 疫情確定的不會戶期啊 疫情 疫情你現在沒有辦法確定 你剛才不是講了 你不能隨便講確定嗎 確定會被陳之中送去花三百萬嗎 那個應該數目字比較掌握的時候 過像那個消費投資的那個 比較能夠掌握的時候 因為現在的 跟二月的那個資料的掌握啊 沒有很大的差異 那是一二月的部分 你看不出來還不會很大的差異 可是到三四月的時候 可能就影響就很大了 三四月的時候資料 因為普通啊 像有些消費的資料 都會落差兩個月 所以總主席長 那意思是說這個會議 能不能提早進行啊 比較提早的話 資料還是沒有出來啦 三月 至少不用拖到五月吧 四月底的時候 我們會有那個 所謂的 蓋菇數字出來 四月就會有蓋菇了嘛 那蓋菇的數字會對外宣佈嗎 會 它是已經接近實際數字了 所以這一波疫情最早 如果更加明確的話 知道那經濟成長會多少的話 四月底以前會清楚嗎 會有一個基本的蓋菇的數字出來 四月底是第一季的數字 就第一季的數字 會更完整 就以前三月來做佩服 對 好 謝謝齁 那個我接下來請陳記長齁 陳記長 就你所知道的這個 前瞻計畫的執行率 目前的狀況怎麼樣啊 前瞻的話 一定要 國安會的話 第二期差不多也百分之九十幾啦 九十二左右 沒有 我拿到的數字齁 前瞻之前的第一期的部分齁 執行率大概是六成啦 嘿 那 到 108年的1月到9月的這個 你們的審核報告當中 所寫的這個部分齁 大概也是六成四、六成五 嘿 那個是 到那個 那個 第一期結束的時候 對 看起來這個執行率 執行率當時是不好咧 對 現在 還有在改善吧 我們再看齁 那第一期到現在啊 整個實現數是八成多啦 我們也有 八成多了 對 那顯然跟我的數字一旦不太相同嘛 因為它是最近才出來的一個 最近才出來啊 對對對 所以說 現在的這樣執行率 你覺得還算滿意就是了嗎 欸 目前還是這樣 因為總統有 剛剛有講嘛 他有一個提示 因為現在的一個扣大內心很重要 所以 公共建設這一塊 前瞻這一塊 我們通通啊 會 要求落後的機關 加速執行 對 因為這個部分齁 本期也是這樣建議 我也呼應 剛剛賴事保委員所提的齁 之前你是半年齁 審查一次嘛 依法規定是這樣子 我希望能夠按進 能夠來進行審查 然後來對外宣布好不好 來加強這一個執行的落實 好 我們會對這些 落後的要求他 加速執行 好 謝謝 感謝兩位 好 謝謝郭委員的質詢 下一位 請陳嘉華委員 指詢 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等到下一位 下下位 林楚 林楚音 委員 質詢完畢以後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中吉我啟發 岑司審設 指网 主席 我們請兩位 羅總統長官 主席長 岑司審設 兩位好 今天我来请教两位 就是我们都可以从很久以前就了解 所谓永续发展 就是我们的政府一再的强调永续发展 那永续发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健保健保的经费 可能很快就会用光 那会有倒闭的可能 那现在我们知道武汉肺炎这个筛减快筛 每一次的筛减的成本 没有扣掉这个人力 可能就要就是单单这个试剂就要1500块 所以如果我们筛减的越多 我们有健保 所以大家觉得免费 但是这个筛减费用呢 相对就会花掉我们非常多的钱 所以今天本席要来咨询就是有关我们整个 针对永续发展的这个指标来看的话 我们的预算是怎么来编的 那我们看下面 譬如我们今天有看到有一些污染产业 我在前天有咨询 有一些污染产业 它是排放很多污染气体 它造成水资源的污染 但是呢 它的这个像 它也就是有些银行已经签了赤道原则 但是呢 它却继续贷款给这些污染产业 那今天也看到钢铁业 一些石化业 也要再继续申请融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看到 这些温室气体产生的这个产业呢 就是所谓污染产业 但是我们在污染防治上面 下一张 我们污染产业的这个污染的管理 还有防治的预算编得太少 或者我们可以再说 我们的相关的一些 永续指标相关的这个工作 可能因为主计处 或者审计处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导致所谓的生病 大家很多人因为污染 所以生病了 所以健保就一再的 要花很多钱 譬如说癌症就增加很多 这个慢性病也增加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 环保署 环保署在污水处理 地下水管理 土壤管理的预算编列 我看了环保署的预算 加起来不到20亿 但是我们竟然在水岸景观 就编了9亿 野稀整治编了25亿 但是我们的污染 导致土壤污染 透过食物链 我们很多人生病 好 再下一张 那我在前天有咨询 在云林 之前黄国昌委员 提出来的 这个云林西罗 新旧提防间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形 然后在下面我们看到 这个有沙石车输送带 下一张 我们看到这个 有一个位置重金属超标 下一张 然后污染呢 超过17倍 个的污染 镊的污染超过6.7倍 这个都是一级致癌物 那我上次也说了 这个土壤会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地下水 云林西罗是喝地下水的 那我今天把这个地下水的资料 这是自然水公司的资料 秀出来给二位看 给大家看 西罗 西罗进水场的自然水的导电度 因为重金属高 所以导电度就会高 比临近区域的这个 这个进水场呢 都来得高 它在这个 从97年到107年的平均值 是最高的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我们再下面看 代表就是 我们的环保污染的管理 做得不好 真的做得不好 我不懂为什么 长久以来 我们看到很多抗争 农地也埋废弃物 再利用也埋废弃物 然后重金属超标 然后看到环保署没有经费 在做管理 我不知道 这样子的编列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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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记的这个编列 如果只是 编在 一些 不应该编的 比如说 这个中恒 中恒这个 通车中断 然后 这个社会成本增加 如果你 你 还要编 一百亿 再去 让他通车 但是可能 过了两年 这个路又坏了 所以这样的预算 我们要怎么编呢 我们再看上面 上面我刚刚询问的 这个污水的处理 在上面 我要请问 主记处长 我们主记处 如果可以把 永续指标 表现出来 像我看到 今天的资料 我们所呈现的 缺少 缺少永续指标 我们 知道有污染 知道有污染的减量 但是现在 如果没有永续指标 我们主记处 没有办法去判断 现在的污染的管理 要怎么编 可不可以请 主记处回答 委员报告一下 委员刚才首提的 那些永续的指标 在 環保署 他们都有一些规划 环保署我找不到 对 那我们主记处 可不可以用 你现在污染跟GDP GDP的这个值 跟这个污染的值 来算出 包括空污方面的指标 包括这个 空污方面 水污方面的GDP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主记总处 有编一本绿色 革命所得到 我们会送给委员参考 每年变列一本 那请处长在检讨 是的 在检讨相关 就是说我们的绿色GDP 如何反映在污染的管理 还有反映在 目前健保支出 相信 最近未来 因为武汉肺炎病毒的疫情增加 我们相关的检测费用 防疫费用 束缺费用 刚刚很多委员也提出来 600亿到底够不够 那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肃 所以未来我们在相关的 譬如说卫福部 竟然都没有编流行病学调查的预算 所以这个部分或者是编的非常的少 环保署也没有编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健康方面的 这个跟污染相关的这个 这个这个关心太少了 所以这个部分要拜托主祭处 一定要来注意这个问题 我今天可能就是希望主祭处 省计处都能够答应我 要好好来检讨这个问题 可以吗 该怎么做应该是过不费 因为主祭总组负责税计会计统计 那请你提醒他们可以吗 可以 那跟委员报告一下 您刚才讲的水污染 那个空气污染 或者是那些废棄物回收 环保署它有那个基金 它那个基金 基金我也算过了 如果基金用来做污染的管理 目前看起来也是不够 因为没有做到很好的成效 因为那些有污染者付费 要能够充分的落实 他能够充分的收费 然后就有钱做那一个事情 因为那个要符合PVP 这个叫做污染合理污染费吗 所以主祭处长 我要跟你强调 如果这个思维 我们大家不去做修正 不去检讨的话 污染还会继续增加 大家还会生病 沈记长你的意见呢 非常佩服委员对于 这个环保 国家勇气的事情 国家勇气是 是我们审计部输政目标 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会对国家勇气里面 会加量杂耳 还有这些委员对于预防 众以防住 先防在 能够防住在上面 这个方面 这个我们也会来 委员对于国有土地的一个管理不当 这一些造成污染的 我们审计部已经有同仁了 把他查出来 要国谈室好好地来 来改善 这个向委员报告 因为两位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未来的永续发展 永续经营 真的是要靠主计审计 好好来帮我们做规划 好 谢谢 谢谢陈委员的执行 下有请 李英楚英委员的执行 请 主席早安 有请主计长 请主计长 委员好 主计长好 我想要针对就是您业务报告当中 提到的就是有关于 现在我们赴海外工作人数的部分 因为这是在您的业务报告当中的 第十三页有提到 就是运用大数据 编算国内赴海外工作的人数 我想因为随着这一波的疫情 那我们知道许多 包括在中国地区工作的 不论是台商或是学生 甚至他的眷属回来 像之前在武汉包机 到底人数是如何 其实引发了非常多的关注 那么如果说主计处现在有所谓的大数据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 在评估政策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数 但是我们想要问的 本系想要问的就是说 那么在这个大数据之下 我们来参考一下 下面我们看到的过去的这个 赴海外人数的推估 有一套标准模式 就是从户籍建党 然后你有没有出国 那你到底是短暂性的赴海外 还是经常性的有长达90天以上 好 这是一套业务调查的 这个所谓调查的统计数字 只是我来翻开历年所提供的数字 我们看到的是 从这个一百零 我们来看下一张 就是从这个 九十八年到一百零七年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变化没有很大 都是四十万人左右 那么刚刚在上一张的新闻当中 我们知道接下来是清明廉价 很多人在问说 那清明廉价 到底多少台商要回来咧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陈时中部长 说国文反台意愿不是很高 但是我想请问先救教主机长的是 所谓这一套的大数据 到底是怎么样推估算出来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数字都停留在四十万人 对 我们是根据那个 劳健保的资料 还有户籍资料 以及它的那个移民署的 那个入出禁的那个资料 那我们原则上 这大概以九十天 为准来依据 来推估它是多少 所以那个是一个推估数字 并不是说 有个别每一个人的资料 个别每一个人的资料的话 要去移民署 或者是那个相关的 其他的单位去 那在大陆工作的那一些海外 工作四十万人 可是这个里面 这个是没有包括它的眷属 没有包括眷属 对 所以这个就是只有工作的人数 对 好 主机长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这所谓的四十万人当中 没有包括眷属 对 那么包括眷属之外 甚至于在这个人数的部分 我们来看下面 就是如果这四十万 没有包括眷属 我帮这个主机长找到一份 这个是在103年的时候 当时的陆委会 以及这个海基海协会所提供给第八届 第五会期的资料 当时只有2014年 但是当时包括了眷属就来到了九十万 那么陆委会提供的是八十五万 也就是说 这样的数字非常有趣 就是我另外找到的这一份 是我们主机处所提供的一个报告 这是107年 里面所写到的这个台商的人数 是引用了就是这一份报告的数字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政府相关的部门当中 这个数字如果你要去看 到底现在有多少附中的台商或是人数 是不是就像主机长所讲的 就是一个推估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要严拟一些政策 包括我们现在 有许多的这个立委同仁 已经提说要健保费要做修正 海外的人数 或是他在台湾时间不够的时候 我们在防疫 在健保的这个制度来做检讨的时候 如果数字都是推估 那我们怎么来精算呢 主机长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的确那个我们的国人去到大陆是多少啊 因为他有各种的管道 有些啊 他不一定是 那个说他去那个 去那个指挥啦 就是根据指挥过去的 他有些是根据第三国再进去 我们的确是很难掌握的 那我们能够掌握的 是像工作人数应该比较容易掌握 因为他是根据劳健保的资料 那个是有实际的一个资料 的确是很难的确像这个 陆委员报告所讲的 他是一个推估 这种推估的话 相关的那个陆委会啊 他们也是发了一番功夫 不过103年啦 是比较那个时候 开始在 那个比较多的那个三四年 现在是已经 应该比这个稍微低了一点 好 主席长说到说 103年是一个高峰 但是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是我找到的 中国时报在2018年 他说啊 西晋有两百万人 哇 他的数字更加厉害了 好像变成是说 媒体画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那这变成是 咱不是在划备齁 因为主席总数负担的是 所有我们的 所有国家的一些统计的数字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那么如果说 今天有两百万人 西晋的时候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 要怎么办 我想请问主席长 有没有可能 我们有一个跨部会 或是更有效的系统 来让我们了解 这样的数字呢 有没有可能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两百万人 我个人认为是 高估那个要该看做 期间的长短 因为我们所谓在大陆工作人数 一般至少要说 在离开我们国境市 这个所谓的工作 应该有一定的期间 如果短期的进入 应该不会算到 这个里面来的 那如果说要能够 把这种趋势降低 就是我们所讲的 要让我们的国内的 那个生产链建立起来 所以说就不必说是 要靠那个什么大陆的一些 说就是生产链 移回国内 让那个所谓的一些 工作的人口 在台湾就可以工作 谢谢 主席长我的提 我的提问 其实我想了解的是 如果说从刚刚我的质询 到现在数字有出现 主席总处的四十万 再到一百零三年的时候 海基会跟陆委会所提供的 就是有八九十万人 再到媒体会讲到两百万人 也就是说 我们掌握在中国 不论是 他是 所谓的台干 台商 其实数字都是不精确的 主席总处 有没有可能提供 更精确的数字 而且这还不包括 教育部可能的 台湾在中国就学的学生 有没有方法 台湾在中国就学的学生 应该是 教育部的资料 应该是蛮 蛮准确的 当然不敢说完全的正确 但是应该不会差 因为那个将来跟学历 有关系 至于说所谓的 这个 工作的人口的话 那还 这个陆委会他们所推估的 是应该包括在大陆的整个人口 我们这边是怎么样 海外的一个相关的 这个是 这个是海鸡海鞋啦 对 那你们的话是只有在工作的人数 而这工作的人数其实是 没有太大的变化 真是如此吗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我们目前的一个方式 因为两个是相差一倍以上 我们已经利用大数据的资料 我们目前的工具 应该比那个 原来那个 陆委会的那个 那个是 比较 完整啦 好 所以主计长有信心 就是说 今天主计总是提供的 这个40万人的 这个 赴中国工作的人数 是精确的 但是不包含配偶 以及相关的眷属 对对 谢谢 好 那么最后我想就叫这个 主计长的就是 刚刚您在回答 这个有关于我们的GDP 的数字的时候 您不止一次的提到 您不敢做预测 不然的话 这个逆时钟 很容易就被这个 陈时钟部长 抓去或是要罚款 但是我想要请问的是 当我们看到 各国都在进行边境封锁 以及 他们都在担忧 国家的 受到疫情影响 要大规模的 救经济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 这个欧美 甚至于包括相关的 韩国 包括安倍 选择降税 然后川普呢 要用16兆来救经济 韩国要用16兆来补助 我想请问主计长 那么在财政的部分 我们需要用财政支出 多更多的财政支出 来救经济吗 我们已经就像 那个我们已经在大院 通过一个600亿 那个我们会说 就现有的预算里面 以返局局再有400亿 那将来如果说 疫情有另外一方面告局的时候 我们会跟购部会盘整 那个裁员的 继续投入 谢谢 所以说基本上目前 是以那600亿的预算为主 就是这样子 不会再更 我们先让它执行完了以后 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再把它投入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委员 好 谢谢林委员的咨询 我们休息10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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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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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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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是緩不計時疫情已經結束啦 但是我們會每個月密切觀察 好 那省記長你可以承諾說 過去所犯的錯誤不會再重複發生嗎 這一個我們會要求提前 這個因為這樣 你可以承諾你那個SARS期間 你所謂的8點的積核問題 不會再重複發生 審核意見 因為這些8點的問題啊 大概啊 因為我們都疫情了以後啊 所以我們這一次像通報系統這個 是我們疫情它 這8點之前已經有這樣子的問題 這一次會不會改善 不會發生 能不能保證 外面啦 現在做得很好 能不能保證啦 不敢保證 這個是各單位在做 我們是加強基劉 希望你能夠保證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的資訊 下面請莊瑞雄委員諮詢 請 謝謝主席 我請我們主記長跟沈記長 劉委長要請 委員好 主記長好 還有沈記長好 我想今天早上那麼多委員都一直在關心的 就是說整個GDP會不會保惡的一個問題啦 我是不是來請教我們主記長就是說 我們本地的預測啊 時間呢 都會比較早 預測都是往後嘛 可是後面的變數會很多啦 是的 那您現在要把預測給它看開 保惡可能比較困難了吧 那個如果沒有一些那個 第一個要看疫情的長短 原來的預估是在那個 歐月份的國民所的評審委員會 是在預估疫情是三個月 現在如果疫情延長的時候 保惡是有困難 可是最近我們有那個特別預算通過 後來又說要有四百億的 再一個時候是什麼 遺反聚集的話 那我們說認為說 就目前的情況 保惡啊 是應該還可以的 還可以 你好像很有信心 你是抓到哪一隻 疫情你看得到 你現在是新鮮的喔 比城市更厲害 沒有 疫情喔 那個是我們只能做假定的 可是我不能夠對外講說 疫情是多少 我們是假定疫情三個月 或者是疫情六個月 我不能夠說 所以如果六個月 你就認為說 保惡應該就比較有機會啦 對 我這次通過了這六百億喔 我處理齁 這兩天都去用笑 為什麼去用笑你知道嗎 人家都說 我們台灣的政府都比較厲害 川普通過那個規模多少你知道嗎 所以幾千億的美金 八千五百億 那代表多少 主席長 24兆 有大條嗎 那個是我們一年的國民首都還高四兆 是啊 所以很可怕就是說 我們這個六百億喔 尤其是你們這個這個 匡列的一個振興券的預算 那多少 二十億 二十億 你有覺得好像比賽嗎 可是這個要看疫情的影響情況啦 我們的疫情啦 沒有啦 主席長不是這樣說啦 你去看啦 你看看 我們匡列的部分 這部分你說二十啦 你只有整個觀光業 每一個月的損失要多少你知道嗎 兩百四十億 所以你這個來跟損失來做比較是 真的是杯水車薪啦 本來我們去講 你們去講說 六百億可以為台灣創造0.23的一個GDP 這都是在說到第一季的時候 那現在你看到 我是看到川普啊 弄了一個這個將近 這個是二十五兆啊 這樣的一個 針對武漢肺炎的緊急支出的一個計畫 那他這個規模超過兩千零八年的金融危機 美國當初所祭出的七千億的一個紓困方案啊 所以你看這個六百億 我比較擔心的啊 你如果說是要去振興經濟啊 我其實我就問過國民黨的委員啊 不管賴士堡委員啊 還有慧弘泰委員啊 我要問問你如果說真的要振興經濟 這沒人會跟你們反對 可是你們提出來的規模是這樣 我現在我就要問你啊 你們有沒有可能有沒有空間 再去增編或其他的計畫 不可憐 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目前啊 上次在總統府就有財經會談 就有討論到說 就原來的六百億外再增加四百億的一個公共支出 就現有的那個營業基金跟非營業基金的 可以加速執行的 然後並結算去辦理 如果未來的疫情還是不能控制的話 我們可以再想辦法籌裁員 讓整個經濟的那個總和需求能夠增加 不要下降 那位沈議長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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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在創架 各部會在創架議選的時候 你當初看到這個六百億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他大概 那時候是根據SARS五百億的經驗 當時剩下了三四百億 但是現在的疫情啊 好像比SARS那時候的情況啊 在延燒啊 是啦 人不是先啦 都可以 都可以去理解啦 但問題是站在你們審計的一個立場 看到邊疆的疫情選的時候 你沒感覺說 你那時候沒感覺說這個規模 尤其是振興的部份這樣 當然你們是負責審計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好像一塊平塞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金額啊 是隨時都是疫情的情況來 來增加它的金額 沒有啦 你的總統你的框在那個地方啊 六百億已經在那邊 是啊 可是以反即即可以增加 或者公營事業啊 雖然沒有目前沒有編預算 我們加速執行並決算辦理 我跟你說啦 前陣子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到底可不可以留用的問題啦 你們現在時間如果是拉到八月啦 如果按照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啦 你說居家隔離的費用的增加 原來你框在那一十八那幾年啊 這個數字是用十三萬人次啊 對對 每一個人一天是一千啊 一個人領十四天來算 人數如果超過預期的話 您主席長你是講說 可以留用衛福部它的預算來 那個預算補助費九十二億來 因應疫情的一個發展 你的講法是這樣嘛對不對 我的講法就是說 你這樣突然百萬來 衛福部的預算 你就把它排擠掉了 原來有個準備金 衛福部有給他累準備金四十五億 你注意看喔 主委長你注意看喔 你們這樣流用的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喔 我都認為有一些你流用不了 為什麼 你看你那個二點四億的公費生的經費喔 還有一點意義是獎勵研發疫苗喔 還有你五億五那是在做快篩喔 還有一些是偏遠地區醫生的獎勵喔 原來你現在你說的 你還要說衛福部有那九十二的部分喔 除非啊你能砍的剩下哪裡呢 一些獎勵出國研討會學術交流 因為大家都封城是只有這部分而已 所以你看我都會覺得 你們這樣的一個說要把衛福部那一筆拿過來流用 我覺得很困難耶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預算書上第三十五月最後的那個六那邊喔 他有一個因應疫情變化辦理相關防治工作所需經費啊 四十五億六千四百萬 就是那邊有四十五月有給他累了啦 本來你們框這樣的預算 我就本來就覺得你們非常非常的保守 然後呢你說要去經濟要去把它做振興的部分 又只放了那麼的一小塊 你現在三十五百竊了啦 你現在開始竊什麼那些基金啦 官公的部分啦 或是說又有那個交易安定基金啦 那都原來就有暗算要開的啊你知道嗎 你現在這個突發的 你們又想過保守了 所以我的意思啊 不是說我們立法院本來不能是要求你們假開掛啦 但問題就是說碰到這一種 尤其是我一直在認為說 你現在堵到酒油 堵到這個疫情 堵到這個高市 還堵到全世界大家都在鎖國 你這個很明顯所有的經濟活動一定會產生地緣啊 任何一個因素喔 都已經要命了 現在集中在一起 到時候喔 會不會產生通縮造成經濟大蕭條 就目前的資料來看的時候 通縮一般是只說兩劑 有連續兩劑的物價一直下跌 就目前的資料來看的話 還沒有這種情況的一個可能 那你會煩惱嗎 這個我當然要 你這個算老性格咧 那個省機長 是你們這樣都把他們摳摳摳摳摳摳 到行政部門不敢花錢嗎 沒有我們也是在大院通過的預算範圍內請各部門喔 要加速執行 我來問你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像譬如說這個因素放在一起以後 我看你們在2月12號發布的新聞稿裡面去講說 1月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的薪資平均是42,348元 年增率是1.57% 這個是近三年的新低喔 但是呢疫情是在1月下旬才爆發 那當初你們整個統計的數字 可能還沒有完全反應 你們說要去密切留意2月份的變化對不對 現在三月十八了啦 所以你們有沒有要發佈更新的狀況 結果這個變成說企業主 跟我們一般的壽新階級喔 大家很在意這個呢 不然你這樣企業主要怎麼做因應 主席長 對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那個薪資喔 那個是每個月都會調查 目前是到2月份 因為但是1、2月份的薪資喔 不能夠不穩定 因為他是有過年期間 有發年終獎金 所以經常是薪資還是固定 但是年終獎金 主席長 這都不用受騙啦 第一季的經濟絕對不好啦 是要怎麼好 你說旅遊也好啦 觀光也好啦 餐廳也好啦 穩書也好啦 這個都造成衝擊啦 甚至於我看會影響2月份的一個 勞動的一個統計 你包括薪資 售固人數 工時一定都受到影響的啊 所以你們本來上個月公佈的 1月份的4月率還3.64 我看這個月你的預測呢 也許會高一點 可是目前啦 是那個 所謂的無薪價了 就是減薪 減班 那個所謂的 減薪的那個措施 是有增加啦 大概一兩千個人 整個薪資可能會稍微跌一點 最後給你做一個提醒啦 是的 本來你在求財市場來看的話 過年過啊 現在三月嘛 過年過差不多都是一些 轉職的一個熱潮啦 那今年受到這樣的一個 啊 武漢肺炎這樣的一個 疫情的一個重創啊 你各個廠商求職的 一定 到最後很多都是會腰斬啦 所以你說 如果為了穩住失業率 跟青年的一個薪資啊 要去想想看 你看當年SARS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 擴大公共服務的一個 就業方案 這次 好好的去未雨籌謀 謝謝 這些案定基金已經在努力了 謝謝 有在打招了啦 謝謝 謝謝張委員的執行 下一位請 余天 余天 余天委員不在 請費用泰委員 執行進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女士 謝謝任各位首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主席先幫我請一下 這個朱主席長好不好 主席長 這個先聲明一下 純粹討論問題 絕對不是對 對你個人有什麼意見 謝謝 我記得 我記得在剛開議沒多久 我們也討論到 因為那時候疫情已經發生了 就討論你們在二月份 二月中做過 就是經濟成長率的評估 是的 你們那時候也評估了 可能全年會減少一點 會到百分之二點三七 對不對 是的 這個評估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現在到三月中了 今天三月十八號 對 那你們現在評估怎麼樣 我想今天 因為我猜很多位委員 每位委員 大概 很多委員都會提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 我們原來是 用假定疫情三個月 這樣可不可以 直接簡單的講一下 對 現在評估是多少 如果說是六個月的話 我們現在評估 如果是六個月的話 整個經濟成長 可能會再下降 0.25到0.4個百分點 就是將近二 0.25到0.4個 所以整個 這個 上一次的0.35個 再加上0.25個的話 我們預計 整個經濟成長率 會下降0.6個到0.9個 0.6個 到0.9個之間 那就是大概是多少 就是2個到1.9個之間 是不是 對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跟央行 楊總裁講得差不多 也跟那個 Standard Pool 他們評估 台灣1.9個也差不多 雜達銀行也是評估 1.9個也差不多 但我覺得還會再壞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昨天晚上那個 英國的IHS Marketer 已經把世界的經濟成長率 降到只有0.7個 而且美國是負的0.9個 也把台灣降低到只有1.0個 而中國是3.9個 因為 這個 主意的 是的 這就是看 你的這個 你這個時間有多長了 是的 時間短 我recover的時間當然就 就會比較快 對 比較快 時間一長這個循環的這個 這被block以後啊 對 就像人一樣就中風了 對 中風要變好的機會就很小 對 當然經濟跟人生也不太一樣 對 但是如同 川普總統順口說出來 他說 可能要到美國要到8月 8月 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我們出口的金額很難評估 因為要看buyer他們 他們要多少 對不對 我們是 我們是供給者 人家是買方 對 所以因此呢 我是覺得你們評估 太樂觀 太樂觀呢 當然也好了 告訴大家說 我們經濟沒有那麼壞 請大家這勇於去消費 我講幾個消費的例子給你聽啊 我從立法院到我服務處啊 都會經過信義錄 以前我看到 傍晚啊 我很想去頂颱風去吃點東西 外面啊 中午或下午 都是人不可能排得到對的 我這一個禮拜去經過 沒有人呢 我們 我請我辦公室同學 幫我打個電話定位 他說你不要定 隨時來都有 我嚇一跳啊 我的選區有個很大的夜市 叫饒河街夜市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尤其我們 莊瑞雄委員 他很清楚 他曾經在那邊 這個 活動過 現在饒河街夜市 我大概每兩個禮拜 會去吃點東西 我現在去 我跟你講啊 我不敢去 因為人很少 少到你會害怕 這個主席長 我覺得很有意思一件事 大家 並沒有在唱衰這個國家 因為這個國家是我們的 我們住在台灣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經濟狀況好 經濟狀況好 大家都每個人都可以雨露均沾 對不對 可是在協商的時候 曾明宗委員 他邀我去 我說你代表我們去好了 他就跟你們提出來說 600億夠嗎 你們說夠夠夠夠 剛才我跟莊瑞雄委員 一到走過來的時候 我在講 我說很少在野黨說 幫你建議啊 預算多一點 結果你們都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話來講 就像昨天我那種事情 你也聽到了 呼籲國人 不要到那些疫區去 但是要有法源 不是像教育部 不是像城市中講說 你去我要怎麼樣 或規定醫生醫護 或者是學生 這個學系你都不能去 我們是呼籲 我也非常支持 但是你要有法源 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亂的套了你知道嗎 通常在野黨的委員 很少給你增加預算 呼籲你 在野黨的委員 很少叫做你動用緊急命令 很少這樣子講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這個政府去守法 這個政府有眼光 現在感覺出來 這個政府不守法 這個政府沒有眼光 我們把防禦的重責 大任交給你們 我們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嗎 剛才我們專門委員 提到這個金額 我整理了一下 我唸給你聽聽 你就會知道 人家國家是白癡嗎 其實我昨天在總之心 我已列出了有幾個國家 但時間有限 我唸給大家聽聽看 紐西蘭 一百二十億紐元 大概四千多億的 這個三千多億的 這個台幣的規模 日本分三波 總計加起來是十二點一兆日元 折合台幣三點五兆 三點五兆 南韓四千零四十五億 它的人口大概是我們的一倍 日本比較多 日本是一億多 一億多 香港 香港人口有多少 有大概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 它中標的人 沒有我們多 它是四千六百五十六億 新加坡有多少人 有 也是大概三百五十萬人 不不不不 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 六百多是那個所謂的外 外 我還故意多講一下 如同你講到三百多萬 沒有那麼少人 新加坡是一千三百五十億台幣 美國剛才莊委員講了 大概我猜最後 它QE會到一兆 一兆美金 義大利 兩百五十億歐元 我們乘上三十三吧 大概八千億台幣 英國三千三百億英鎊 十二兆台幣 西班牙 兩千億歐元 和台幣大概 六千五到七千億 人家都提出這樣子的規模 我隨便講這個 我們大家熟悉的國家 英國的人口是六千六百萬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 二連五倍吧 快到三倍的樣子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 我覺得 我再講一個數字 正新消費券 二十億 各位 我們想想二十億是什麼規模 其實我在這邊講過了 一個人發一塊 兩千三百萬 一個人發十萬 兩億三 一個人發一百塊 二十三億 可以正新經濟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是看到 這是編預算的一個短視 好像 平常講 如果用這樣子的心態 已經列出來 匡列出這樣子的規模 台灣經濟只會被你們害死 不會被你們振興 這個國際間的比較 要注意到是實質的項目 還是有包括金融性的一個補助 像說一個貸款的 我給你時間來講吧 你來講講看 就是這個國際間的比較 我也許會去找那個資料來看 它是實質的 就是說對民眾的會用 還是說只是向貸款 我知道這個預算編長 我所了解 你只是匯整 也不是你提出來的需求 我沒有 我一開始講說 我沒有對你責怪的意思 其實我說隔空喊話 對行政院在喊話 因為有些國家 我對蔡英文在喊話 對他是對那個貸款 也都算到裡面去 那個我們是對 我們對付600億 包括了貸款的融資 的利息補貼 不是嗎 不是 那個是我們那個600 我們那個100億 可以做到1000億 那也許我們只算100 國外只算1000 不要給我變了 真是我是覺得 你的個性還沒改 我覺得好奇怪 你去變什麼 你拿數字給我看嘛 莊瑞熊你也變 我猜賴斯堡剛才你也給他變 我們治國不是比口才的 謝謝 治國真的不是比口才的 治國是看你的 你的能力 跟你的魄力 跟你的執行力 好嗎 是的 謝謝 下一位請江永昌委員 請 謝謝主席 請主席長 請主席長 主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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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對經濟成長的預測是多少 目前到2月11號 我們的估計是2.37 2.37 你什麼時候還會再做調整 現在是非常時期 你不是到一般的年度 我們是到5月份的時候 我們會做 因為5月份的時候 會有寄的資料出來 我看你等不到5月份 現在是什麼 以緩計集 我看你是緩不計集 你要知道今天又最新公佈了 其實我上禮拜二在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才只有中港澳 伊朗 意大利南韓 是三級建議等級 現在你看 今天 全部的國家入境都要管制14天 變化如此之大 你主席總出來等到5月 你好該把這個態度表達出來 你要知道 石油暴跌 牽涉到高收益在 整個都崩盤 後面就連帶到公司在 後面可能是金融系統 整個風險全部都浮現出來 我看你剛剛對其他幾位立委的答詢 真的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你的信心來自於哪裡 你想想看 這個 光是2月3月有關於國內 台灣國內五星價的員工 他從疫情一開始 869人到3月中增加到3835人 五星價的這個 事業的單位從22家增加到109家 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看到會一下子來的 這麼快這麼嚴重 SARS的時候看起來也沒有這樣 你講一下吧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些無星價現在減班休息 他還是都不得少於最低工資的 所以他還是有那個所謂的 那個 基本的消費能力 還有基本的消費能力 是這樣子的嗎 我就跟你講 你真的覺得還有基本的消費能力 你有沒有看到世界其他的國家 現在有沒有 整個全部都蕭條下來 那你這樣講 你還在講說 我說你早一點調整你的這個經濟成長的預估 那我就回頭問你 在這樣子嚴峻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你覺得失業率會怎麼樣 失業率一月份公佈是3.64 也許會稀微的上升 還會稀微的上升 原因是什麼 現在大家沒有訂單沒有消費 失業率還會再上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個跟文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 我們1到2月 根據海關的統計 不要再看1到2月了 我跟你講 我們的出口還是 現在連疫情會 會到什麼時候才能受控制都不知道 還是正成長百分之9 你乾脆再去看去年 去看前年 你的統計還沒有出來 你要看你的統計數字 我就不用問你預測了 那你剛剛講 你說大家還有幾本薪資可以領 那今年的薪資成長率呢 去年的薪資是四萬一千八百八十三 那今年呢 你看大概會多少 今年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是做薪資只做 是做調查 但是我們 這個要看那個 趨勢 趨勢 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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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趨勢的話 應該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的時候 他應該是 不會成長 不會成長 對 成長的有限 不是不會成長 成長有限 對 以前 我們本來是年征 去年年征2.26 這18年來首度 連續兩年成長超過二 那今年呢 今年就第一季 你說成長會少一點 對 會少一點 不是副成長 你的預測是這樣 那個2.26是經常性薪資 事實上去年的總薪資是成長2.39 那我再問你 那我再問你CPI呢 你對CPI的看法 CPI 它是預測0.9 CPI 你們是0.62 大概109 108是0.56 是0.56 今年我們預計是大概0.83 還在0.83 0.6 那你看CPI是會往上還是會往下 大家現在不敢出門買東西了 是通膨還是緊縮 CPI的話 因為油價下跌可能會再往下 那對於目前的趨勢來看 還沒有所謂的那個 那個會有什麼通貨緊縮的一個現象 因為通貨緊縮是連續兩季的下跌 通貨緊縮連續兩季的下跌 這是你的講法 那問一下 這是國際間的講法 不是我的講法 好 現在疫情升溫 你們要不要一地辦公 可是我看你們的房子好像不太夠用 一地辦公 還區隔辦公 你們怎麼做 我們像那個總處 就是行政院院本部這裡 我們有前後洞 那如果說 後洞那邊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把人 等到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目前已經都規劃好了 都已經規劃好了 怎麼做 實際長也一起好不好 你們要不要 一地辦公 區隔辦公 實際長請 還是你們 你們這兩個單位 你們覺得比較 不那麼重要 你們怎麼做 這個我們會 一地辦公 我們有信委會 有一個信念中心 是大概已經規劃好了 好問你 主計省計你們 一地辦公 你們會不會增加一些費用 應該會 那各部會也會增加一些費用 對 那你到時候 有關於今年的這些預算怎麼辦 對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我們已經透過我們的主計體系 跟那個會計人員講到 如果說他有增加了一些像線路的鋪設啦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業務費的話 先用他們的第一倍金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這個是主計總處會協助他們 主計總處會協助他們 你也是動用二倍金嗎 這沒有看在特別預算裡面啊 對啊 你要動用什麼 原則上是二倍金 原則上是動用二倍金 我問一件事情齁 去年的歲計剩餘算出來了沒 我們目前還沒有 照以前的這個時間點來算 應該要算出來了 對 我們那個四月底 村地長你也聽到了吧 我們到現在還沒算出來 你特別預算當中 300億要用累計歲計剩餘 300億要用舉債 你到現在108年度的歲計剩餘 還沒有算出來 那個300億是以前的歲計剩餘 我知道啊累計嘛 今年的歲計剩餘 那你107年最後的累計歲計剩餘是多少錢 四月底會送審計剩餘 四月底會送審計剩餘 有沒有失職啊 這麼慢才送 沒有那個是按照法令 按照法令 平常這個時候應該已經算出來了嘛 所以你預估咧 去年的歲計剩餘是多少錢 今年 108 去年的話大概也不會低於300億了 所以300加這樣107年累計的509 就會到達800 那個我們已經用了300 108有用300嗎 特別預算已經用了300 那今年還有其他特別預算去支用 累計的歲計剩餘嗎 那個 戰績採購有50億 50億了齁 他已經採購了 我要問一下齁 現在這個疫情建議等級三級跳 我想到一句話 千金難買早知道 那時候審特別預算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相關的工作計劃 其實都還蠻欠缺的啦 那時候就說 要給這些行政單位方便嘛 我先問一件事情 現在事情發生了啦 出國的時候是二級 回來的時候是三級 這下子咧 主機長知不知道他們所訂的 五類的這個補償 補償 補償有關於放防疫價的人 是哪五類人員你知道嗎 還是你要說要給主管機關去 那現在出國是二級回來是三級啊 那五類的人那個錢能不能給啊 一天一千塊啊 你有沒有關心這個事情啊 那個 那個一天一千塊的話 那個依法依照那個特別條例 我們會給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讓人家感覺非常的錯愕啦 疫情這個難以預測 那當時預算的時候 要給你們方便 所以工作計劃 包括利用這些 幾乎是全部空白授錢 審議長我提這個 我就提到當年SARS兩件事嘛 對不對 衛福部當年要給去的錢 後來還不斷的開會去改變 你們也提出了糾正 然後還有交通部 疫情SARS已經過去了 還繼續在稅費做補助 你們這個也提出要檢討 那現在相較於SARS那時候 所訂的相關的工作計劃 有的辦法還是最近才寫出來了呢 那這些你到時候審計怎麼辦啊 主計長其實是放得去啦 審計長講講看 他剛剛講依法喔 可是聽起來就是不合情不合理啊 我們審計這樣會看 條例怎麼規定 預算怎麼規定 條例怎麼規定 然後不合情不合理 他的辦法怎麼樣 還有立法案的結議怎麼樣 最後會看效能 他的效能怎麼樣 大概啊 我看你效能看不到啊 因為依法是要給的啊 所以這依法要給 但是其實到時候 那些人不好意思來臨的時候 這樣效能是高還低 回答 主義長剛剛講依法要給啊 依法給的我們都會給 那問題是現在你看這個不合情不合理啊 全民現在 義憤填膺啊 那大家在防疫都已經 非常的這個要不得了 對不對 管他是幾級 盡量不要出國啊 地方的直轄市市長現在也這樣子 這樣子在講啊 可是你剛剛說依法還是要給啊 對不對 所以效能現在怎麼看啊 工人也依法執行啊 你效能審計就沒有辦法算 我提醒你一個事情齁 有關於這次因為看不到工作計畫 然後又排除預算法 62條 63條 其實本來齁 預算的這個分配啊 如果有調整的時候 應該先送財政部跟審計 可是我看行政院 現在公佈了一個辦法 應注意事項 直接報去行政院核定之後 就調拨機關的這個經費 謝謝 審計部知道這個事情嗎 到時候是 特別預算準用 總預算再預算法的規定 還是用行政院的應注意事項 知道本席在問什麼嗎 我們是跟 現在怎麼辦法都沒辦法審查你們了 我們根據那個條例的法來做 那我們關於這個要怎麼執行 我們有定一個所謂的注意事項 知道 那個注意事項 也是說 遇到 依法 法律授權 我們所來定的 知道 那我們這個注意事項 就是要更嚴謹 就是說 你就注意事項沒有更嚴謹喔 好 市民黨我等一下再把資料給你 我們就來一下 市民下載向徐委員 那個 來報告 向江委員報告 好 謝謝江委員的諮詢 下一位請羅明財委員諮詢 那麼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中午不休息 院長不休息 這個我們便當已經放給各位 如果各位要用便當就請請 主席個人處理的習慣 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 朱澤民主席長 那主席長請 陳瑞民沈記長 沈記長請 他一位是高雄的 那高雄的 沈記處長 陳正庸陳處長 副長 主席長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 經濟是不是開始衰退了 會不會步入過去 我們教科書上所說的 經濟大蕭條時代的來臨 目前並沒有距離 如果 如果 這個疫情啊 一直沒有獲得解決 如同 美國總統川普所說的 疫情可能會延伸到 八月 如果到八月的話 對整個國內的經濟成長率的影響變化 跟你原先 預計的三 二點三幾的經濟成長率 會不會有差距 那差距是多大 國內應該要怎麼因應 政府 會不會再次提出 所謂的紓困 振興券等等的方案 請說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原來我們二點三期是假定 疫情大概是三個月到 現在這個情勢的話 它可能到 跟原來的預估會有一個差異 所以我們 這個 還沒有國民所得 評審委員會 討論 我們內部估計的話 它 如果說再延長三個月的話 整個經濟成長 會下降 0.6到0.9個 百分點 就是跟 0.6至0.9個 百分點 是跟原來的 2.75比較 就是 就是說 最低的情況 可能會到 1.9之間 那至於 剛才委員講的 說目前 是不是蕭條 那個蕭條的定義 一般是說 負成長 那目前 並沒有這種 有這種趨勢 那至於說 未來 如果 疫情再惡化 還要再振興的話 我們會提出 一些 怎麼樣 就是說 能夠 增加 擴大公共出資的方案 我們現在看到 各行各業 其實 本席是 憂心忡忡的 那現在民間的 各行各業 包括 觀光 包括 餐飲業 包括 百貨業 包括 運輸業 包括 家電業 包括 太多太多了 連 總統 婚禮 結婚 以前結婚 大家可能會 擴大舉辦 歡樂 氣氛 現在通通 沒有啦 所以本席想請主席長 嚴正重視這個問題 是的 我們也是正在 這個 這個 或者是高層 也都有跟我們 要叫我們提出一些方案出來 主席長 要快啊 我發現你在買 美國的武器的時候 不眨眼啊 一次是好幾千億馬上就說通過 我們連看都還沒看到內容 你就對外宣布通過了 主席長 主席長 現在 對啦 上面宣布了 現在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所有的老百姓啊 嗷嗷逮捕啊 真的很苦啊 啊 關在家裡 哪裡而去不得 出去又怕怕的 想要認稱工作人 找不到工作機會 請問現在失業率的情況 現在這個已經三月多了 從 農曆年過完到現在 失業的情況很嚴重嗎 也不可以說一下數字 因為現在就業失業的情況 只有一月的資料 就一月的資料來看的時候 是怎麼 並沒有說比去年嚴重 沒有比較嚴重 對 那請問現在 但是三月的話可能會 那個失業率可能會些微的上升 那像被強迫離職的 現在有多少人 公司倒了或是解散的 要等那個可能要等四五月的資料出來 這四五月才會有二三月的資料 那你現在預計大概是怎麼樣 你們現在失事水溫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 我們最短之要有實際的資料 做統計啦 我們不能夠 政府挺得住吧 可以啊 我們 可以挺得住 你要加油啊 要挺得住啊 謝謝啦 現在大家看到 陳時中 陳部長 大家都給他掌聲啊 我們也希望 其他的所有公務人員啊 上井八條啊 苦迷所苦啊 我們也希望給你掌聲啊 謝謝 但是有一點啊 你說振興券 到現在也還沒發下來啊 喔 這方案已經出來啦 然後那個 經濟部啊 相關單位應該會很快的 那你也不能等說 等到了中秋節才說 開始要發振興券 他們沒有不敢出去嘛 有人說 政府發振興券 喔 對這次的 所有的紓困也好 齁 這次的疫情的這個扶持也好 是不是可以說是小氣才神啊 美國一出手啊 就是 好幾兆 我們也看到最新的消息 美國準備提議啊 每個人可以發 一千塊的美金啊 一千塊的美金啊 你起碼 說 那個大的 那個Costco什麼 你沒辦法去 沒辦法買 其他我們身邊的小七 小便利商店 你也可以買一些儲糧啊 或只是日用品需要的啊 因為現在真的 有些人是很辛苦的齁 是的 小孩子念書 需要學貸 上學要繳學費 每天 早上一起來 齁 吃 喝 住等等 還有 房租的租金 那公司都快倒了 也沒給錢啊 那生活怎麼維持下去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是不是可以拜託 拜託 主記長 你像美國或其他的地方一樣 大方一點 每個人是不是建議啊 發一萬塊 讓大家度過這個疫情好不好 你們買 那個 軍購一次好幾千億 你們的 所謂的前瞻 大概八千多億 也是速度非常快的過去 為什麼要幫助老百姓的時候 你們就是 東張西望 你們就不斷的踩煞車 拜託速度可不可以快一點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也要看我們的財政能力道 以及 中華民國很有錢 這四年來 超收六千億 國庫裡面滿滿的啊 所以我們發現啊 我的了解跟這個不大一樣 中央政府啊 在花其他錢的時候 所謂的國見國照 或者是所謂的錢三撒錢啊 那是不手暖的啊 一次都是幾百億 沒問題 一下子幾千億 OK 老行宅宅 為什麼差別那麼大呢 還有一個就是風力發電 主計長你知道風力發電 花了我們未來多少錢嗎 啊呢 不是兩千億 是兩兆 跟那個委員報告 那有一部分是民間的 那你既然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一次發兩兆 面對 民間現在所苦的這些 振興方案 或是要發補助的時候 你後大賣兆啊 那個是民間的營業 我 我投資我那個 那個是那個 廠商的 鼓咖鼓來吧 最後還是全民要買單啊 衣食都是一樣的 所以拜託主計長 外資廠商 主計長你要強起來齁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中央所有的齁 這個預算 裡面齁 今年度有沒有要出國去考察的啊 齁去歐美的啊 參加一些國際會議的啊 有沒有 主計總署 所有啊 全政府啊 全政府 全政府 那個目前 他們 每年都有出國 你現在 因為現在疫情非常嚴重 是不是趕快 宣布 所有的公務人員 相關單位 通通禁止出國 除非很必要很必要 那個公務員 要不要出國 他的主管呢 會衡量情況 所以那個 主管錢都是你管的啊 那個 我的錢要跟著政策 跟需求而走啊 我不能夠說 就叫他 給他錢 你就出去啊 那這個誰管 有必要的時候 誰說了算 是那個 部會的 政策執行者 部會就是中央地方 上下不同調啊 有的 情況那麼嚴重 還到處要爬爬罩 你用視訊就好啦 主席長 可不可以回去協調一下 對 我們 不聽話的 你就預算不給他啊 這個應該有 過部會的 那個主管部門啊 他自行決定 要 怎麼樣的 行事開會 以及 怎麼樣的方式 要不要出國 過部會 會去考量 所以現在還是 有人偷偷出國的啊 那個 公務員出國 不能偷偷出國 回來會 會受到懲戒的 哪有 那一天就有一個 民間的企業 跟公司講說 他 要去日月潭 結果偷偷的跑到日本 北海道去滑雪 回來還到處爬爬罩 然後 他們公司的一個 三個重要的座談會 他還騙公司他要去 結果還好他都沒去 那個 那個人被FIRE掉了 國務人員沒有請假 跑出國 那就礦指 礦指幾天啊 甚至會 工作都會 非常時期齁 謝謝 希望用非常的手段 我們全民一起 共同來抵抗這個疫情 對不起 最後一個問題齁 就是高雄啊齁 高雄現在這個財政的情況已經很困難了齁 而且現在疫情很嚴重 高雄現在還在推動那個 什麼 霸函的行動嗎 那個是民間的 沒有啦我是說問了高雄的啦 民間團體 高雄審計啊 審計處 委員好 還有人在推動霸函的這個 他們根據選爸爸 73條 目前是進入第 大概已經送到 40萬分送到 中選會 目前已經分送到各 現在疫情很嚴重 你們回去宣導一下 通通 沒有必要通通停下來 選舉是一時的嘛 對不對 罷免是一時的 現在這個時間還在搞罷免 大家趕快團結 不分女我 不分藍綠 好好把這個疫情守好 趕快度過這個難關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一下 你們回去宣導一下 罷免人把他名字公布出來 謝謝委員 這個時間 你往後 疫情過了要罷你 我們也OK啊 現在這個時間 大家 集中力量 共同來防疫 共同為了全民的健康來把關 好不好 你 搞那個罷免 去是不是又要在那邊投票 那又造成這個 非常的人多聚集在一起 這個更大的影響啊 好不好 回去宣導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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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長,請 主席長,現在是零到六歲,一個月兩千五,現在延伸到六歲,總共零到六歲,每個月六千,這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這個大概要到全部,它的逐步俗失,逐步加錢,以目前交易... 現在兩千五要往上加到多少? 加到五千,兩千加到五千,從哪一年開始加? 逐年去加,逐年是從哪一年開始嗎? 大概從那個要到,我詳細我不知道交易部的規劃,可能要到從現在開始第二年,然後 大概第三年的,到第三年的時候,就可能會到五千 所以沒關係,主席長,你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可能會到五千就對了 對對對 好,那我們在期待,因為畢竟啊,這個蔡總統主要的非常重要的政策,現在少指化,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也希望呢,這些青年朋友啊,能夠,青年夫婦永樂勇於生育啊 所以啊,這個對國家的人口是一個,這是一個國安問題非常嚴重 是的 能夠,世界各國都有很多的獎勵措施,我們也都在進行 那我再請問一下,這個主席長,那生育補助有沒有? 國家有沒有這個計劃? 目前中央並沒有這個計劃,因為生育補助,據我知道,都是地方 各地方各有各不同的補助辦法 那請問一下,如果在立法院做了決議,或者行政院,現在院會在疫情可能告一段的某一個時間 就討論這個少指化的問題,來提出了整套國家跟你一起養,從生育開始補助 我想這是啊,鼓勵啊,這個青年夫婦啊,要能夠生育 我想最重要,從一開始,從出生就開始,每一胎生育補助的部分 我想這個觀念,主席長應該可以接受吧 我尊重委員的,委員的建議 你不要尊重我的意見嘛,你主席長 我只是說,如果這個政策通過了,我主席總署就去抽選 那基本上,正在主席總署的立場,也是樂觀啟程啊 鼓勵生育嘛,鼓勵生育嘛 可是我們要協調跟都,過了一個縣市已經做得要做協調 怎麼叫各縣市做要做協調 現在過縣市已經有了生育補助的 那我們中央如果也有補助,地方也有補助 兩方面應該怎麼協調,或者是全國是不是要一致,我們要考量 是是是,我想啊,這個都是對國家人口啊 這是國安問題啊,逐漸稀少 以後不要成一個倒三角形的人口結構的話 未來的孩子要負擔很沉重的負擔好不好 那所以我想這個主席長也是支持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現在啊,也是我們啊,鼓勵生育的計劃之一啊 就是,我們教育部啊,就也是國家的政策 二到五歲啊,幼兒的教育以及照顧啊 這個整體的這個經費補助啊 現在啊,我發現,本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對已經啊,走在政府前端的這些縣市 他的補助啊,照理講補助應該全國一視同仁 不會有一等公民、二等公民 這個,這個主席長,沒有關係啊,你看著我就好 我這個資料給你看沒有錯,但你看著本席比較重要 沒關係,現在做功課也沒關係啦 我就說,主席長,我想這是一個common sense 國家往往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都是為人民在服務,在做事,在建設 好,不管哪一方先做,只要是對的政策 我們都要執行,對不對 所以很多有些是中央來帶動的 有一些是地方現行實施的 但是呢,怎麼會啊 現在教育部推這個政策 這個兩到五歲,兩到五歲的這個 幼兒教育跟這個照護 結果地方政府先推的部分 他現在教育部的補助 既然說你有先實施的 我就不補助你 或者要扣你的補助款 請問有這個道理嗎 這個我會 這個我知道委員的理念 我會跟那個部長提這個委員的理念 我們知道裁組單位是很大的啦 這個地方首長,中央要做事都 不是局所長願意做就好 說這個主席不肯給錢都沒辦法做 所以啊,主席長我想這樣子啦 不要用這麼迂腐 行政員現在不能這麼迂腐 不能說地方政府走在前面 中央政府就給它懲罰性的 中央政府跟進地方的政策 我跟進你的政策我就要懲罰你 你過去有做的 我補助款就不給你 這是笑死人的啊 全世界沒有這麼荒唐的中央政府啊 我去 我舉例來講 本席 我不會檢討這個制度 主席長本席 現在告訴你 這條路中央應該要做 地方要做 地方先做 那中央在做後面說 你前面有做過 我後面不補助你 可以這樣子嗎 親近家園 可以說你這個縣市 有先準備以經費來親近家園 打掃 讓整個世榮世貿更好 等到中央推動親近家園的時候 你已經有做了 我就不補助你 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情啊 現在政府還用滿清茫草的思維 再看現在 走在前面 我們要鼓勵他才對 要增加補助才對 怎麼可以說 你一走在前面 我懲罰你 我不補助你 我們教育 如果我們連教育單位 都有這麼迂腐的思想 這國家怎麼會進步呢 跟那個委員報告 我們主計總處不會按照計劃去補助 我們都是按照過種指標 那個像人口數啊 的過種指標 所以主計長 你講這就是合理的 依照指標 依照人口數 對 一視同仁 對 是不是 我們主計總處的補助 是這個樣子 至於委員說 對教育單位的這種 主計單位本來就是 全國國民一視同仁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 對不對 是吧 對不對 委員的意思 主計長 謝謝你 我們老朋友 我覺得今天教育部 謝謝指教 教育部實在是有夠荒唐 我希望地方政府走在前面 是應該鼓勵而不是懲罰 好不好 對 謝謝 另外這個 六百億我本期看是不夠啦 你們可能要及早做準備 對我們現在已經另外再籌四百億 好 但是 具象要非常的清楚 對對對 六百億不可能給你空白授權 會會會 謝謝 我們會定辦法去執信 謝謝委員 好謝謝 好謝謝副委員的執信 下一位請 岳玉蘭 委員之選 請 不好意思我還是要請主計長 謝謝主計長 主議長請 委員好 主計長您辛苦了 這段時間 剛剛也聽到您說了 未來的紓困的預算 可能六百億不夠 還要再去 還要再去 再籌四百億 謝謝委員 所以實在持家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對 那 本期看到最近我們從 不同部會這邊所提供的 提供的資料 大概現在 對於台灣 到底我們未來 我們今年的整個GDP 主計成長 成長到底能不能保二 好像不同的部會 有不同部會的看法 那 不知道主計長您認為 我們 如果在整個一片哀嚎 全球在股市一片哀嚎聲中 我們未來在籌錢上面 會不會有困難 對 因為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 這個籌錢的話 因為像盈利事業所得稅 中和所得稅 它是利用去年的資料 財政部 它有提出方案 所以 可以延緩繳 那一個的話 就 主計 就那個 應收來看 我們並沒有減少 只是會減少現金流 就是說 我有些 可能要延後 才能夠收到 但是 中所 營所 中和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大概 不會說 有 大幅度的減少 但 會減少的 應該是營業稅 是消費稅 但是本席 也從不同的管道裡面 也聽到 有很多企業主 他們認為他們現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很簡單 他們繳不出那個稅款來 對 繳不出稅款來的話 所以到 他們可以去申請 那個紓困 是 但是他們 甚至於 也有人跟本席反映說 我們大概會 按照 按照我們現在的稅值 大概 會先 預扣 就是他們去年的盈利 有多少 預扣5% 對於他們 整個現金流 比如說我們看到 昨天已經有好幾家 旅行業者已經宣佈 比如說 四月底之前 全部停開 甚至於 本席還看到的 有 在從那個電視新聞裡面 有一些 可能我們的 這個 這個財稅 這個 主計單位 都沒有注意到的是 有很多 更弱勢的 比如說 像 目前在台北地下街 有很多的按摩業者 是盲人的 他們說他們現在的生意 是壞到幾點 有時候一天 可能只有一兩個客人 但是他們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這個 租金 比如說那個盲人按摩站 說要二十幾萬 那類似的這部分 其實都已經可以預見 我們整個國家的 這個未來整個經濟的復甦 動能是不足的 因為 再加上現在 各 各 主要國家 都已經在 鎖國 鎖州 各種 邊境都不流通之後 那不知道 主記長 會不會對 就是說您剛剛也提到 可能中所稅 或什麼 這個 一定是走得稅 應該是照去年 可以收得到 可是這些錢 可能對於目前來講 他們會是 他們會是他們的救命錢 對對對 那 所以 主記長 有沒有 機會再跟 跟財政部 或者我們更務實的一點 來 看看 真的我們這筆 這個紓困的 呃 預算 要從哪裡來 對 這個 我們就是 剛才講的 我們已經有六百億 現在再籌四百億 那至於剛才 您所講的 說那個 身心障礙人士 在做的那個 按摩的話 他那個 生意少了 可是他租金還要 那個可能 要協調地方政府 因為那個是地方政府 有一些 紓困的一些辦法 那中央的話 從中央主管的 應該是 據我知道 財政部也已經 對那個 從 租稅面 可以 幫忙的 已經財政部 都有一些的方案 謝謝 是 所以其實本席也注意到 現在針對整個經濟成長率的 這個預測 其實都是各自為政的 國發會跟 跟主計總處什麼 好像都不太一樣 所以 本席 事實上是比較擔心 我們主計總處的數字 過於樂觀 會讓政府各機關掉以輕心 錯估了今年的經濟情勢 所以請主計長您報喜要報憂 我們要呈現真實的情況 那我們各部會才能夠審慎的應對 還是謝謝主計長您這段時間非常辛苦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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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的 作詢 下一位請 鄭天才委員之選 請 主席各位委员有请主机长 主机长请 主机长好 辛苦了 这个105年8月1号蔡总统向原住民族道歉的时候 其中有一句话 我们有相当进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不够这部法律并没有获得政府机关的普遍重视 所以她说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105年8月1号到今年8月1号就要4年了 我们检视一下跟这个主机总处有关系的部分 这个需要主机总处来协助的 就是原住民劳工的一个困境 原住民劳工大部分是无一定雇主 尤其现在还有所谓的这个承软再承软再承软 然后后来原住民就是什么都没有保障 像这个就业人口来看 这个我们加入劳工保险的非常非常的差距 落差很大 那我们相关的这些投保薪资也都非常低 我们看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刚刚提到了这个蔡总统的道歉文 就缠到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6条 原基法第26条第二项 政府对原住民参加社会保险 无力负担者得以补助 事实上这个部分经过本席在上一届 现在是第十届 上一届立法院的时候 从106年开始在协调 然后这个劳动部也积极的来开相关的协调会 从106年4月13号都有邀请主机总处 然后到106年5月11号 到这个106年7月10号 劳动部是很密集的 要协助来促成这样的一个原基法 26条的一个规定 特别也提到这个议算 要怎么编列 这个由劳动部来编列 本期啊 这个106年7月10号 还有8月18号也都召开这个会议 也都邀了主机总处来召开这个协调会 那这个言明会啊 也把这个订定的这个要点 补助的要点 这个行文给行政院 行政院一直拖 当然就是因为经费 经费亦算是一个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本期啊在106年11月16号 在内政委员会 特别提案 请行政院尽速的核定 像这样的这个 政务委员 也积极的来去协调 结果为了议算 到底谁来编列 到底是要有研明会编列 还是劳动部编列 这样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请问一下主机总处的 我们主机长 事实上是很单纯的 也没多少钱 主机长你可以来协助吧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原住民 如果他是生活困难 无力负担的话 那个是本来就应该补助 但是整个草案 要不要说分族群 没有分族群 要不要分族群 某些族群 补助比例 跟其他的族群 不一样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个主机长 我一开始就把研机法26条 你不要去跟 如果你要去扯这个的话 那就不要有研机法 也不要原住民主委 我会了嘛 对不对 我不是先一开始切入 就是从研机法来告诉你 然后蔡总统说 政府机关普遍不重视 所以他要道歉 结果经过三年多了 你现在还在说这样的 这个用词 主机长 这个很简单 没有多少的经费 是不是主机总处这边 尽快的来提出预算 第一个 到底是劳动部编列 还是延民会编列 这个你要先做决定 第二个 就支持预算编列 就是这么简单 我尊重那个主席的一个财势 可是我刚才所讲的 原民的一个基本的权益 本来就应该保障 但是我还是重复一句话 就是说 要不要跟其他族群 有更优惠的办法 也许要大家取得共识 谢谢 主机长 那你就是否定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没有否定 因为它是受生活困难 应该是说 它不要比人家 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补助 没有 所提的 劳动部跟延民会 经过开会协调 然后所提出来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补助 不是啊 当然就也是在你那个刚刚你的前提的 有困难的 在怎么样的一个基础条件之下 它也不是漫无限制的 不是啊 好不好 我再跟政委商量一下 不是商量了 这个 因为他现在无法节折 很简单 你就建议他 原民会编列 还是劳动部编列 你就建议他嘛 对不对 对我可以跟他说 我的经费跟着政策来编列 但是我不能用经费说 你的政策要改变 谢谢 主席长 你研究一下吧 政策已经定在法律里面了 中华民国的政策 已经定在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6条了 好不好 好 我会把委员的意思 再跟政委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政委的咨询 下一位 廖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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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杨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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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李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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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孔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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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何欣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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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邱氏委员不在 邱氏委员不在 谢谢主席 也请主席长 来 主席长请 委员好 主席长 还是先关心这个 纾困条例的预算额度 当然这个 我們便便適用SARS為基礎 所以老爸也這樣來看 以目前疫情來看恐怕會更為嚴峻 甚至悲觀的估計可能會到8月 所以你要防疫又要紓困 又要振興百工百業 不管消費端 還是生產端 供應端都受到影響 過去SARS恐怕這個沒有那麼嚴峻過 所以我警察都說美國 一共川普剛宣布用8500億美金 來振興經濟 好 我們現在變600億 我個人估計恐怕未來有可能 會有第二次的紓困條例 你如果按照你之前的說法 以緩計給大概可以再 籌掃大概400億左右 主席長對不對 是的 400億這樣加到1000億 是的 那以現在1000億的這個預算規模 加上以緩計劑 你覺得夠不夠 就目前找那個來看是可以 但是這個整個夠不夠 嚴格來講要看這個疫情的長短 你如果不夠 那對正新經濟對所有的產業都沒有辦法形成相關的協助 那經濟會受創 更為嚴重 如果工商業如果確實會有一個很像委員所講的很嚴峻的時候 大家政策上如果認為還要再加碼的時候 以主席長您的這個專業 你來估計 未來第二次紓困條例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這個必要性 我持這個開放的態度 大家可以討論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會用到第二次 目前我認為是說好像那個疫情多寡我不敢肯定 所以這種假定了我沒辦法 假設疫情到再延半年到八月才稍微比較緩和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 我那個就可能是八月的話 因為我們目前六個月的話是可以到七月十五號 到八月的話是不是要編的話 這個可能要看看那個傷害的程度 好 我問一下 這個如果要延期申報才是莫視許可 這個各種稅收 當然是中央政府總算是重要的部分 但你如果說延緩當時為了疫情 也這個體恤民情 那這個所有稅可以延十五天 就是半個月到一個月 甚至可以最多可以延緩繳稅一年 還可以分期 對我們每年的稅收 中午會不會受到一些相關的影響 對今年的預算的話 因為它是像有些 有些像那個所謂的 有沒有一個數字 大概總預算大概會稅收會 那個應該有財政部估比我更恰當 我必須說明一下 因為營利事業所得稅跟中央所得稅 是根據107年的所得資料來推估 所以它應收不會減少 只是金流 會減少 那個營業稅 也許會減少 對從這個主計的角度 對明年中央政府的預算 今年預算如果造成影響的話 主計長有什麼方法 會影響金流 但是我的運收 另外一個5G大概有900多億 可以延緩這個衝擊 OK 謝謝 那另外 這個 我問一下沈記長 沈記長請 當然是你們這個宣傳 就是政府作為要 適度讓老百姓了解 你們的報告 意護報告裡面 我看了一下 就是說 你們用一些影韻工具 做一個宣導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去檢討一下它的效益 我看這個使用力非常低 我們有編預算 那是不是有沒有什麼相關的 做法 能夠讓這個 你們這種宣傳政績 或者宣傳這個 相關的政策成果 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再請沈記長 來 沈記長 好謝謝 委員在 這個提問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在整個檢討之中 會做這個整個一個改善 好這個要聽一下 好謝謝委員 另外你們報告說這個十九個縣市一年以上 還有未買一年的這個公共債務余額 有多少八千多億嗎 八千多億 那有一些縣市的公共債務余額已經超過了法定的再現 那針對這個部分 他們當然還是要償還嘛 是 那償還要有一個方案 這是你的討論 審計部有沒有具體的這個要怎麼協助這些管齊來做一個償還方案 那個苗栗現在在超限的苗栗 苗栗啊行政院已經在做相當的一個控管安排 他已經把他的異常內管 那現在另外有一個是宜蘭 宜蘭是我看了一下 他是一年以上的大概已經在再現一下 各縣市的稅收會差異 各縣市的這個產業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稅收差異你對債務的要求應該是有不同的標準 對 那如果說你用完全用一致心的標準 對無為管系也有不同的程度的影響 所以你要審酌這個每個縣市它的稅收的差異 這個標準要有不同的這個相對應的調整 好這個委員我們就會類似考慮 委員你要有一個具體的承諾啊 說你要檢討說是不是用這個比較過現實的狀況 因為這個債務的問題啊 是財政部在控管 那我們只是在疫情 這些縣市啊 你這個可能會超限 讓它不會陷入啊 這個整個被控管的一個情況 是 這部分還要請這個 省議長跟主席長再跟財政部再做一個協調 好 謝謝 謝謝邱恩的諮詢 下一位請 謝伊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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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伊鳳我人不在 他要提書面的諮詢 李昆哲 李昆哲 李昆哲我人不在 蔡易宇 蔡易宇 蔡易宇我人不在 鍾嘉賓 鍾嘉賓 鍾嘉賓我人不在 現在 向文外報告 我們現在 處理臨時提案 有一案 請議事人聲宣讀 宣讀臨時提案一案 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度擬執行的人口及住宅普查 需動員大量訪員至家戶拜訪 原提案建請主計總處應考慮實施期間 109年9月至10月是否造成對疫情發展之衝擊 於5月底前提出因應方案 提案委員賴士寶 甄明忠 費鴻泰 林德福 宣讀完畢 我們要不要請主管單位主計長表示意見 可以嗎 還是要改什麼字 5月底變成6月底 因為那個 5月底變成6月底 但是我們看這個疫情比較 比較清楚是吧 對對對 好 可以 改成6月底 好 謝謝委員 那麼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站完通過 就是改成6月底 就是提案裡面改成6月底 好 謝謝 那麼報告文會 今日登記的發言委員均已尋答完畢 做如下事決定 第一 報告及尋答完畢 第二 委員質詢為己答覆或請補充的資訊 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 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 在一個禮拜內書面答覆 委員另要求其憲者從其鎖定 第三 委員余天謝伊鳳所提書面執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審計部 以書面答覆 第四 本次會議議程已進行完畢 假如有不在場的委員 補提書面質詢 一併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 三位 謝謝